第931章,阎王爷氏,徐福。这东营地府鬼差,将这些村民绑架到此处,并把其魂破居出来,肯定是别有用意的。只见,那些活着的村民,就好像一群被送进屠宰场的猪狗牛羊,任由宰割。他们不停地哀嚎着,发出绝望的求饶声。 饶命,饶命啊饶命!节节节,那东营地府鬼差,残忍地笑了笑,然后极为娴熟地甩出锁魂链,又把一个村民的二魂五魄给拘出来,并用东营岛国语言,戏谑笑骂道。你们这些华夏的牲口,你们的魂魄,真是极好的材料啊,嘎嘎嘎。 作为华夏的地府阴天子,黄小龙是断然不能够容忍,一个外来的鬼差,在自己眼皮子底下,荼毒自己的同胞。 当下,黄小龙全身气息绽放,显现出来了形体。马初夏和几名玄学会的道士,也都是义愤填膺地走了出来。 嗯?生人?东营地府鬼差,脸色微微一变,用那犀利阴质的目光,看向了黄小龙,眼神之中, 充满了审视与一抹惊骇。毕竟,黄小龙等人士主动现身,自始至终,这东营地府鬼差,并没有察觉到,他们的到来。 你这畜生?跑到咱们华夏,残害无辜?你这是找死? 马初夏全身杀气暴走,恨不得立刻冲上去,将这东营地府鬼差,撕成碎片。 山谷里的东营历鬼,也都是尽数朝黄小龙等人靠近,鬼脸之上,浮现出来了,极度凶狠凝恶的表情。 山谷之中,阴煞之气如旋风一般游走。 那东营鬼差,音笑了几声,用贪婪的目光,看着马初夏。 你竟然会说我们东营的语言,不过,你是华夏人。 哦,你是道士吧?我从你身上,感觉到了道力的波动,不过呢,你要搞清楚,我是鬼差。 鬼差拘魂,那是天经地义的。 结结结当然了,身为鬼差,不可以随便勾生人的魂,否则地府会降罪。 不过呢,结结结这里是华夏,华夏地府,早就完蛋了,根本管不了我,你们这些道士,不要妄想和鬼差作对,那是死路一条。 滚开。 这东营鬼差,也看出黄小龙等人并不是擅长,因此没有一上来就动手,而是先恐吓。 黄小龙笑了笑,从随身翻步包包里,拿出一根蜡烛,点燃。 这蜡烛里面,掺和了牛眼泪,以及一些浮灰,燃烧起来后,散发出来一种蓝色的光芒。 那些魂魄,在看到蜡烛的光芒后,便纷纷查黄小龙这边拥挤了过来。 这是隐魂灯,可以吸引并接走生人丢掉的魂。 巴嘎! 你这道士,居然用隐魂灯,从我手里抢夺魂魄? 东营鬼差,勃然大怒,一挥手,一大片东营厉鬼, 就朝黄小龙疯狂地扑了上来,欲要将黄小龙等人的阳气给吸干。 黄小龙也就是笑了笑,身体表面,骤然爆发出闪烁不停的金光, 这些金光中,浮现出横河杀树一般的细小浮转。 轰轰轰! 金光一照耀,整个山谷一片通明,那些东营厉鬼,根本就没有靠拢过来。 鬼体变化为鸟鸟黑烟,撕心裂肺的惨嚎声不绝于耳, 转眼间,山谷里所有的东营厉鬼,尽数都魂飞魄散了。 你! 东营鬼差,又惊又怒。 别特么嚷嚷了,跑到咱们华下来搞风搞雨, 跑到小爷我的地盘上来拘魂,你死定了,你知道吗? 黄小龙眼中掠过一抹混淆了戏血与杀气的冷笑。 哼! 区区华夏道士,也敢阻拦我? 东营鬼差利叫了一声,手中锁魂链一甩, 带着镰刀的那一头,飞斩向黄小龙的头颅。 一种邪魅的力量,破空而至。 雕虫小记,不知道这锁魂链是怎么炼制的, 和咱们华夏地府里鬼差使用的锁魂链相比, 简直就是不堪一击黄小龙嘲弄得笑了笑, 右手一挥,一道锋芒毕露的剑光闪了出去。 这剑光带着雷霆万钧, 催哭拉朽之势,直接取东营鬼差。 扑! 阴血狂飙! 那东营鬼差握着锁魂链的手,骤然断绝。 哐嚷一声,锁魂链就掉落在了地上。 啊! 东营鬼差迸发出来杜绝提血员哀鸣的恐怖嘶吼声, 我是鬼差! 你敢伤我? 你这是在和地府作对? 你这是在和地府作对? 切地府? 滑下地府,小爷我说了算。 黄小龙又是一挥手。 扑! 又是一大片阴血飙了出来。 东营鬼差的另一条手臂,又被斩落。 好吗? 这家伙变成了无臂鬼差。 看来,黄小龙是不想一下子结果这东营鬼差, 是在揉虐他。 一点一点地将他切碎。 巴盖亚路! 东营鬼差怒声狂吼。 下一秒,在他的头上,悬浮起来了一面巨大的番旗。 这番旗之上,散发出来一股股怨气和阴风,有密密麻麻的厉鬼,探出头颅,呲牙咧嘴,野兽一般地咆哮着。 山谷里的魂魄,以及那些还没有被拘魂的村民,都吓得匍匐在地,瑟瑟发抖。 黄小龙身上,一散出一道道金光,宛如温暖的太阳,保护着魂魄和村民们。 哦,我知道了,你之所以居这么多人的魂,就是为了炼制这面番旗啊,黄小龙眼角肌肉,微微收缩,番旗这种法宝,很多道士都会炼制,一些厉鬼也会炼制。 不过,大多数都是用阴魂厉鬼来炼,却很少居生人的魂来炼,你竟然跑到华夏,强行居魂,用来炼制这件法宝,你真的把我惹怒了。 你知道吗?黄小龙爆发出冲天的怒火,以及冷入骨髓的杀鸡。 站在黄小龙身侧的马出下,都不由地微微打了哆嗦,说实话,认识黄小龙这么久,他还很少见过黄小龙发这么大的火。 黄小龙发起火来,后果很严重啊。 你有一面番旗,恰好,我也有。 黄小龙心念一动,将自己的牵魂番也寄了出来。 空中,两面番旗迎风烈烈作响。 死! 东营鬼差,操控着番旗,直接朝黄小龙席卷而来,那面番旗迎风暴涨,一下子变得遮天蔽日一般,硕大无棚。 嗖嗖嗖嗖嗖嗖嗖。 东营鬼差的这面番旗之中,爆发出恐怖如漩涡般的犀利。 刹那间,那几名玄学会道士的二魂舞魄,便是被强行扯了出来。 那几名玄学会道士的魂魄,惨兮兮地飘了出来,冲着黄小龙嚎哭道。 黄先生!救命!救命啊! 马出下的体魄,真气修为,灵魂强度,倒立,让得他可以硬扛这面番旗的犀利。 除了略微有一点点头晕之外,魂魄固若金汤。 黄小龙伸手隔空虚愣了一下,那几名玄学会道士的魂魄,立马回到了自己的身体。 这时,黄小龙的牵魂藩里,直接爆出一道道漆黑的鬼气。 这些鬼气凝聚成一只只肌肉纠结的鬼手,齐齐抓向了东营鬼差的番旗。 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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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营鬼差的那面番旗,就好像是纸糊的一样,瞬间就被鬼手撕了个稀巴烂。 你进来我的牵魂藩,好好玩玩被黄小龙笑了笑。 电光火石之间,黄小龙的牵魂藩中,密密麻麻的鬼手,朝那东营地府鬼差,抓了过去。 一下子就将其五花大绑,强行拖拽到牵魂藩里。 不你想干什么?你到底在做什么? 你这是在,是在找死啊,东营鬼差,迸发出惊骇的尖叫声。 不过很快,就有几只鬼手,将他的嘴巴给死死捂住了,让他再也说不出半句话。 终于,东营地府鬼差,被拽进牵魂藩里。 黄小龙心念一动,一缕意念,也是跟着进了牵魂藩。 仿若无边无际的牵魂藩内部,黄小龙笑嘻嘻地看着那东营鬼差。 四面八方,一只只惨嘻嘻的厉鬼,眼睛是血,细血地盯着那东营鬼差。 大人,这家伙身上除了阴气之外,还有一种特别的气息,让我们略微有些忌惮。 她是,坐镇牵魂藩内的清朝女鬼,对黄小龙毕恭毕敬地问道。 哦,没什么,东营来的鬼差。 不过很弱小,你们别怕。 黄小龙随意一笑。 牵魂藩里的厉鬼,都节节节地笑了起来,他们已经知道黄小龙的身份,乃是华夏正宗的殷天子,有了这个靠山,岂会去怕藩邦的鬼差。 大人,不知道藩邦的鬼差,吃起来是什么滋味啊,一只蓝衣利鬼,舔了舔嘴唇。 我问你,你们这次来华夏,究竟有什么计划? 黄小龙看向那东营鬼差。 还有,你们东营地府,居然有阎王爷,这倒是怪事。 说吧,你们东营地府的阎王爷是怎么回事? 阎王爷,应该就是东营地府的最高领导了。 哼,那东营鬼差,冷哼了一声,不过他的眼睛里面,渗透出来的恐怖,却是将他深深地出卖了。 不肯说对吧? 行,给我咬。 黄小龙一挥手。 这一下,就好像是一滴水掉进了油锅里。 千魂藩里,所有的阴魂厉鬼,都沸腾了,然后像是箭雨一样,嗖嗖嗖地朝东营鬼差飞了过去。 扑!扑!扑! 扑!一块块血肉,从东营鬼差身上飞溅而出。 刹那间,他便是千疮百孔。 不不不我说,我说,我们东营地府的阎王,他,他其实,其实是一个人。 而且是华夏人。 他的华夏名字,叫做,叫做徐福,是他一手创建了东营的地府而放过我。 徐福是阎王爷? 我乐个去玩大了呀,黄小龙愕然。 第932章,颁布圣旨。 现在黄小龙算是彻底恍然大悟了。 所谓的东营地府,原来是徐福那丝搞出来的。 徐福是华夏秦代人,又是秦代最杰出的术士和方士,掌握了不少强大的术法。 当年偷偷服用了长生不死药之后,远顿东营,开枝散叶。 黄小龙本以为,徐福只是在东营培养出来了不少的阴阳师和鬼人,可万万没想到,他还弄出一个地府。 怪不得,东营地府的各种编制,与华夏地府,一模一样。 黑原来如此黄小龙微微一笑,用戏谑的目光,看向那被咬的千疮百孔,痛得呲牙咧嘴的东营鬼差。 继续说,你们这些鬼差,还有各种东营厉鬼,来到我们华夏,有什么目的? 说出你们的计划。 是是,我说,我说这东营鬼差,其实骨子里是很懦弱的,欺软怕硬,遇到比自己强大的存在,便彻彻底底的耸了,对黄小龙来了个竹铜倒豆子。 是,是前段时间,有一只华夏的小鬼,被追杀,逃到了我们东营地府,求见阎王大人,这华夏小鬼,是明朝时期的人,叫做郑和。 他原本是鬼仙,但是如今修为大爹,我们的阎王大人,本就是华夏人,因此,与这小鬼郑和,十分投机。 郑和说,当今华夏,地府名存实亡,我们东营地府,就应该趁机大军压境,将华夏地府掌控了。 赫野心可真够大的呀,黄小龙嘻嘻一笑,眼中却是浮现出来一抹阴森的杀气。 徐福啊徐福,这次,你可是被郑和给忽悠了呀。 不过呢,话又说回来,徐福心思甚密,郑和固然狡诈,但绝骗不了徐福。 徐福之所以命令大量东营鬼差,协力鬼而来,多半就是想试试华夏地府的深浅。 倘若果真如郑和所说,华夏地府不堪一击,那徐福不介意顺水推舟,将华夏地府吞并,成为华夏与东营,两国地府的阎王爷。 那时候,可真就是一手遮天,堪比神灵的存在了。 那东营鬼差,继续说道,这次,阎王大人命令我们这一批鬼差, 先来到华夏探路,还放了许多东营地府的厉鬼过来。 我们的计划,是在华夏先自艺的猎杀,最后在华夏的京城会合。 京城会合?你们要做什么? 黄小龙眉头微微一皱。 具体,具体做什么,阎王大人并没有吩咐,只是让我们随意地猎杀华夏的阴魂厉鬼,也可以将华夏的生人,作为猎物。 不需要顾虑什么,敞开了杀戮。 那东营鬼差,老实交代道。 黄小龙眼中的杀鸡,再度阴晕,喝随意猎杀。 连人带鬼都不放过。 好,很好,去京城会合对吧? 那我也只好亲自去京城一趟了,这次,小爷,我要你们,有来无回? 黄小龙又逼问了一些口供。 大约是在一两个月之后,等东营地府过来的这些鬼差,玩够之后,就会统统前往京城。 到时候,肯定会再联手玩一次大的。 到时候,黄小龙去了京城,就能将这些东营来的砸碎,一网打尽,统统虐杀。 当下,黄小龙将这东营地府鬼差,直接炼入了千魂藩,成为自己千魂藩内的一部分。 如此,黄小龙的千魂藩内,便有了一丝丝东营鬼差的气息,对付一般的厉鬼,更是无往不利了。 之所以没有灭杀这个东营鬼差,是因为黄小龙留他一命,还有用处,譬如用他来当诱饵,掉其他东营鬼差上钩。 干完这些,黄小龙的意念,飞出千魂藩。 小龙,你把那个东营鬼差干掉了吗? 真是解气。 马初夏在黄小龙身旁问道。 嗯,这种畜生遇到我,肯定是死路一条。 黄小龙笑了笑。 小龙,我们先把这些村民的魂魄送回去吧。 马初夏紧张兮兮地道,他生怕村民们的魂,回不去了。 这个好办。 黄小龙兮兮一笑。 小老婆,不要太担心了,时间足够。 当下,黄小龙又拿出隐魂灯,对着那些魂魄叫道。 跟我走,脚步快点,都跟紧点。 魂魄们整齐列队,一步步跟上了黄小龙。 那些还没有来得及被东营鬼拆居魂的村民,则是由几名玄学会的道士去安抚,并负责疏散。 回到村落,黄小龙和马初夏,亲自将这些村民的二魂五魄,送回了他们体内,并给他们贴上了固魂符。 一个个村民,都苏醒了过来,这种种经历,就好像是做了一场噩梦。 东方天际,出现了一抹鱼堵白。 天渐渐地亮了。 黄小龙打了个哈欠,带着马初夏和几名玄学会道士,返回昌南市市区。 找了家酒店,黄小龙抱着马初夏,美滋滋地睡了几个小时。 起床后,两人去吃午餐。 小龙,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做呢? 马初夏忧心忡忡地问道。 那么多的东营鬼拆和东营鬼,都蜂拥来到了咱们华夏。 我们总该采取一些措施吧。 不可能任由他们造词吧。 恩小老婆,我也有想过了。 黄小龙一脸笃定地说道。 首先呢,我会用殷天子的身份,向华夏的千魂万鬼,颁布一道圣旨。 圣旨? 马初夏一帜。 小老婆,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呀? 古代的皇帝可以发圣旨,我这个殷天子,也可以向天下所有的鬼,颁布一道圣旨啊。 要是有鬼赶为止,我就砍他的头。 黄小龙笑了笑。 扑小龙,你真帅。 马初夏一脸痴迷地看着黄小龙,那接下来呢? 接下来啊。 小老婆,接下来我就会带着你,在全国旅游啊。 等我们晚一两个月,就去京城。 黄小龙笑道。 旅游? 马初夏一辆枉然。 是啊,旅游,一边旅游,一边干掉我们遇见的东营鬼差,还有各种东营鬼。 黄小龙一脸认真的道。 最后呢,就去京城,因为来到华夏的所有东营鬼差和东营厉鬼,到时候都会去京城。 挤挤一堂,我就把他们全部干掉,一锅端,一个不留。 他们全部都要去京城。 马初夏眼中浮现出来一抹震撼之色,这些该死的东西。 好了,小老婆,你亲我一下,我先去你圣旨啦。 黄小龙冲着马初夏勾了勾手指。 马初夏一脸柔情蜜意地凑过去,在黄小龙脸上亲了一下。 黄小龙这才分出一缕意念,进入地府。 到了地府,黄小龙召集起来一些鬼,其中大量是当初历朝历代,从事文史资料工作的官员。 也有一些是专门替皇帝你圣旨的。 其中就包括编撰资质通鉴的那位,以及编写史记的那位。 一群鬼,严谋铺纸,恭敬地看向黄小龙。 圣旨就这样写,黄小龙思考了一下,然后一字一句说道。 奉天承运,阎王昭曰,华夏历鬼听令,如今有藩帮鬼差,东营历鬼,潜入我泱泱华夏。 华夏万鬼准备好刀子,这帮家伙来了,杀了再说。 钦词。 这圣旨,写得倒不是文周周的,简单直接,极为霸气。 地府里的鬼,用铁文,将这道圣旨,书写了不知道多少份。 黄小全身散发出因天子的威严,这气息,沾染到了每一张圣旨之上, 使得每一张圣旨,都充满了让华夏的鬼物,都本能必须臣服,不敢有丝毫违逆的威压。 接下来,这些圣旨,便如雪片一样,从地府,飞向华夏各地。 生人是看不见圣旨的,只有阴魂历鬼,才能够接旨。 干完这件事,黄小龙嘴角勾勒出来了一抹鸡翘的弧度,东营来的杂碎们, 这次,小爷,我要你们死无葬身之地。 泱泱华夏,鬼物不计其数,不乏鬼王等凶残至极的存在, 你们赶来华夏之地撒野,这就是在找死。 次日,黄小龙和马初夏,来到了当初住的那个别墅。 青青和小红这两只小妖怪,已经将九头蛇的内丹, 其中的能量,尽数汲取了。 他们破关而出。 公子!公子!我们好想你啊! 青青和小红,笑颜如花地,朝黄小龙扑了上来, 一左一右地挽住了黄小龙的两条胳膊。 黄小龙一眼看去,两只小妖怪,身体内部, 隐藏的妖气,更加地精纯,庞大。 看来,这段时间的闭关,也是让他们进步斐然。 如今,小红已经长出了八条尾巴,成为一只八尾狐妖。 而青青,也已经完成了八次褪皮。 好了,别缠着我。 黄小龙笑道。 现在跟我走。 小红和青青,死缠着黄小龙不放。 公子,我们要去哪里啊? 随意走走呗,也不定是去哪儿。 黄小龙笑道。 当下,黄小龙带着马初夏,青青,小红,踏上了周游全国的旅程。 这一日,黄小龙等人,来到了苏江省的扬州市。 一进扬州市的市区,黄小龙便是感觉到了一些比较明显的阴气。 小龙,这大白天的,扬州市里,貌似,不太干净啊。 马初夏也是察觉有意,会不会是东营鬼拆和那些东营鬼在作祟? 哈哈哈哈,小老婆,你别这么紧张嘛,我看你都成惊弓之鸟了。 黄小龙哑然失笑。 顿了一下,黄小龙喃喃道。 这些阴气,似乎是从同一个地方飘过来的。 小老婆,我们寻着这些阴气,过去瞧瞧。 公子,如果是东营来的鬼差,再搞风搞雨,不用你出手,我们直接一口咬死得了。 小红一边啃着苹果,一边对黄小龙奄然一笑。 这两只小妖怪,已经从马初夏口中,得知了东营地府鬼拆,以及东营厉鬼,大军压境的事情。 没想到,两只小妖怪都恨得咬牙切齿,倒是有些同仇敌忾了,嚷嚷着要去找到东营鬼拆,一口咬死。 你们两个,别给我添乱就行了。 黄小龙笑了笑。 谢公子,瞧你说的,我们就只会添乱。 公子,我和小红妹妹,现在妖力很强大了。 那些东营鬼拆,根本不是我们的对手。 来一个死一个,来两个死一双。 轻轻有些不服气地嘟囔着嘴。 有说有笑的,没多久,黄小龙等人,就来到了一片平房临次至比的区域。 这里和市中心繁华地段的摩天大厦,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反差。 嗯,这里怎么都是老旧的平房啊,黄小龙愣了一下,这就是上流社会的人,口中所说的贫民窟吧。 只见,在这个贫民窟的一些平房上空,一道道阴气,鸟鸟蒸腾。 跟我来。 黄小龙寻着阴气,来到几间平房外面。 还没敲门,便听到里面,传来一把女人阴阴阴的哭泣声。 黄小龙不动声色地走上去,咚咚咚敲门。 大约敲了十几下,脚步声响,有人开了门。 开门的是一个三十几岁的妇人,穿着很湿朴素,满脸泪痕,眼泪就好像断线珍珠一样,不停地低落。 俨然就是一副伤心欲绝的表情。 嗨嗨,抱歉,打扰了。 你家,你家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马初夏礼貌地询问道。 他不由地看了看屋顶徜徉不散的阴气,心中暗道。 这家人没出事就怪了。 嗚嗚,妇人依旧在啼哭着,不过还是说道。 你们,你们是什么人? 我们啊。 我们或许是可以帮你家解决麻烦的人哟。 小红在后面,眨巴着眼睛说道。 那妇人审视着站在屋门口的不速之客。 黄小龙就是个人畜无害的青葱少年模样,剩下三位都是倾国倾城的大美女。 这样的组合,倒还真不像是坏人。 你们你们,嗚嗚,我家男人今天,今天早上,突然叫不醒了,就好像,就好像变成了,变成了植物人似的。 嗚嗚,那妇人大哭着,不过身子一侧,让黄小龙等人进屋。 谢了。 马初夏微笑了一下,然后走进屋里。 黄小龙,青青,小红,也是迈不进屋。 屋子里陈设简单,家具和电器都很陈旧了。 一丝丝阴气,在屋里游荡着,冷嗖嗖的。 卧室里,一个三十来岁,体格健壮的男人,躺在床上。 这男人直挺挺躺着,好像是死尸,脸色惨白,眉宇间阴气缠绕,命宫布满了暗闻。 如果不是因为,他还有一些微弱的心跳和呼吸,还真的会让人以为,这就是个死人。 嗚嗚,昨天晚上还是好的,今天,今天早上就成这样了,喊也喊不应。 嗚嗚,这到底是什么病啊? 嗚嗚,少父又嚎啕大哭了起来。 这状况,明显就是丢魂了。 黄小龙喃喃道,竟然丢掉的,也是二魂五魄。 什么?丢了二魂五魄? 马初夏惊讶地瞪大眼睛。 是啊。 黄小龙深以为然地点了点头。 如果三魂七魄全丢了,那人就彻底死了,不会有体温,也不会有心跳和呼吸。 这人还没死呢? 小老婆,你真笨。 不是。 小龙,我的意思是,这,这具魂的手法,和,和那个东营地府鬼差一模一样。 我知道了。 一定,一定是在扬州市,藏匿着,藏匿着又一个,东营鬼差。 找到了。 小龙,我们找打了。 马初夏有些兴奋激动地低吼道。 小老婆,淡定,淡定,黄小龙目光扫屋子里扫了一圈,然后对那痛哭的妇人道。 你家男人不是生病了,他是丢魂了。 丢,丢,丢魂。 妇人惊恶惶恐地看着黄小龙。 你的意思是说,我家男人,碰到,碰到,碰到脏东西了。 黄小龙笑了笑,没说话,然后静止走向卧室里的一个柜子。 柜子上用一把重重的铁锁给锁住了。 麻烦,把这柜子打开。 黄小龙看向妇人。 这,这个,这,妇人眼神中掠过一抹慌乱之意,然后目光闪烁起来,你们,你们究竟是什么人? 放心,我们不是坏人。 你把柜子打开。 黄小龙笑道。 这,妇人似乎是被惊吓住了,也忘记了哭泣,她的额头上,竟然渗透出细细蜜蜜的汗珠。 哦,你这个柜子里面,是不是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啊? 小红牙尖嘴利的,在一旁鸡翘道。 我家公子让你把柜子打开,你赶紧的呀。 信不信我立马给你砸了。 听到小红说见不得人的东西,那妇人竟然一点也没有反驳,反而更加的慌乱。 黄小龙瞪了小红一眼,示意她不要多嘴多舌的。 那啥,如果你想就你家男人的话,就把这柜子打开。 黄小龙但笑了一下。 实话告诉你吧,你男人丢了两魂五魄,从现在开始,五个小时之内,如果不把她的魂找回来,那她就会真的死掉。 五个小时? 妇人惊骇欲死。 哗的一下,眼泪又下来了。 既然你不愿意打开柜子,那我也不好勉强,我这个人,不喜欢欺负手无腹肌之力的人。 再说了,你男人的死活,和我也没什么关系吗? 黄小龙笑了笑,然后对马出吓道。 小老婆,我们走。 等等。 别。 别。 妇人心急如焚,挨我。 我,我把柜子打开。 我,我这就把柜子打开。 说完,妇人从腰间,取出一串钥匙,找出一把,抖抖锁锁的将柜子外面的铁锁开了。 哦! 一阵阴气,从柜门的缝隙之中,毒蛇一般渗了出来。 黄小龙笑了笑,伸手将柜子门拉开了。 第933章,这只鬼王的身份。 黄小龙直接将那柜子打开。 刹那间,一大片金灿灿的颜色,直接扑了出来。 不过,在这金光之中,却也是弥漫着一股致寒的阴气。 这柜子里,放的无非也就是一些户口布或者存折之类的,也有现金,五十一百的都有,但目测充其量也就是一,两万块钱而已。 或许,这就已经是这贫瘠家庭所有的存款了吧。 在柜子里,最惹人重目的,是一块,金元宝。 对,就是一块金灿灿的元宝。 黄小龙眼睛微微一眯,将那一定金元宝拿了起来,颠量了几下,在古代,金定有半两,一两,十两,二十两,五十两,以至一百两或三百两之分,这个金元宝,我看大约有五十两。 黄小龙笑嘻嘻地问马初夏,小老婆,目前市面上,金子是多少钱一克来着? 马初夏拿出手机,飞快地查了一下,小龙,今天的黄金市价是三百五十七人民币一克,五十两,就是两千五百克左右,也就是说,这顶金子价值将近一百万。 黄小龙夸张地扎舌道,然后,他将金元宝翻了个,诺,下面还有名文,这金元宝是明朝万历年间的,那么,加上文物的价值,这顶金子,恐怕几百万上千万都不愁没人要。 话说,这金元宝,你们是怎么得来的? 千万不要告诉我,这玩意儿是你们家里祖传下来的。 那妇人被问得往后退了一步,脸色苍白。 你们,你们是文物局的,还是警察局的呀,都不是。 黄小龙摇了摇头,实话实说吧,金元宝哪来的? 放心,我不会黑你们的东西,我就问问。 因为,这个金元宝,关系到你家男人丢魂的事。 小龙,你的意思是,这男的丢魂,不是东赢鬼叉干的,而是,而是这块金元宝。 马出下愕然,哎,妇人咬了咬牙,大哭道。 我就说,不义之财,咱不能要,咱们不能要。 我说,我说,就昨天晚上,我家男人,和他的工友们,路过了江边, 然后,然后发现了不少金银珠宝。 他们,他们就人手拿了一件,我家男人拿了这块金元宝, 没想到,没想到今天一大早就出事了。 呜呜呜,工友,黄小龙目光微微闪烁。 你家男人的那些工友,也住在这一片儿吧? 是啊,都住这儿,都是老街坊老邻居了,夫人哭道。 怪不得,这个平民区的阴气,会那么重黄小龙又颠了颠手中的金元宝。 就在这时,小龙? 元宝里,有一双眼睛? 我看到了 马初夏忽然惊叫了起来 刚才我看到 元宝里面有双眼睛眨了一下 好像是在窥伺我们 是吗 黄小龙不以为意地笑了笑 下一秒 一双惨白的鬼手 突兀从元宝里伸了出来 直接朝黄小龙抓来 似乎 这一双鬼手 是要硬生生地把黄小龙给拽进去 和黄小龙冷笑了一下 身上气息 微微一放 啊 那鬼手似乎是被折了一下 闪电一般缩回了元宝里 这一幕 对各种灵异事件 司空见惯的马初夏 轻轻 小红来说 倒是没什么大不了 不过 对于那妇人来说 简直是吓得失魂落魄 双眼一瞪 就要昏厥过去 黄小龙伸手在妇人额头上拍了拍 一股暖流渗入她的四肢百孩 让得她受到的惊吓 也是随之淡化 那是什么 那 那金元宝里的 是 是什么 妇人惊魂烧定 但仍是有些惶惑地喊叫道 里面 有你男人的二魂舞破 黄小龙笑了笑 然后 烧了一张现行符 顿时 马初夏 青青 小红 包括那妇人 目光如水一般 渗入了金元宝之中 在那金元宝里 俨然是另一个世界 另一番景象 这是一个阴气缠绕 死气腾腾的世界 雾霾飘动 到处都是窟窿 阴血 在一扇大门的门口 站着一个男人 准确地说 是一个男人的魂魄 赫然便是躺在那床上 丢了魂那男人的二魂舞破 男人的魂魄 脸上充满了惨烈和凶狠的表情 不停地在招手 进来吧 谁进来 快 快进来啊 你们不进来 我的魂就出不去 快进来 这声音 听得人毛骨悚然 你鬼叫个屁啊 我们可不会进来 当你的替死鬼 咯咯咯 真是幼稚 小红发出嘲弄的笑声 果然是这个元宝有问题 马初夏恍然大悟 玄疾 娇脸上 浮现出来一抹淡淡的失望 我还以为遇到了东营地府的鬼差呢 说时迟那时快 黄小龙直接伸手一抓 那男人的魂魄 被黄小龙揪住脑袋 直接扯了出来 金元宝里 布置了一个鬼阵 刹那间 便有灵力的阴气与鬼气 狂扫而出 似乎是要从黄小龙手中 将那男人的魂魄给抢回去 黄小龙嘻嘻一笑 飞快地抓出一张福转 贴在了金元宝上 刹那间 金元宝内 一散出来的阴气 便是被封印住了 黄小龙将金元宝扔给马出下 然后揪着那男人的魂魄 直接送入他植物人一般沉睡着的身体内 再给男人贴一张固魂服 没过多久 男人悠悠转醒 一个翻身从床上坐了起来 迷迷糊糊地左顾右盼 我 我这是咋了 妇人挖的一声就哭了出来 冲过去抱住男人 三言两语将事情经过给说了 那男人打了个寒颤 看着黄小龙 多谢 多谢大人救命之恩 哎 想不到 一时贪念 差点就 差点就送了小命 这个金元宝倒是真的 不是厉鬼弄出来的障眼法 黄小龙从马出下手中 又把金元宝接了过来 只不过 这块金元宝是厉鬼的东西 里面布置了鬼阵 凡是捡到金元宝的人 二魂五魄都会被勾进元宝里 说完 黄小龙催动倒立 将金元宝里面的阴气和鬼阵 统统抹杀掉了 让得金元宝 从一件邪物 变成了一件无害的宝贝 黄小龙将金元宝 扔给那男人 诺 这玩意儿你有门路的话 就拿去卖掉吧 放心 我已经把里面的邪气给抹掉了 男人接过金元宝 有些错愕地看着黄小龙 我看你们的日子 过得也不太如意 金元宝是你捡来的 你自己看着办吧 黄小龙笑了笑 那男人骤然眼含热泪 一个翻身下了床 直接给黄小龙跪了 大师 您 您 您真是活菩萨心肠啊 谢谢谢谢我 我 说到后来 他也是哽咽得出不了声了 昨天晚上 还有哪些人和你一起去捡了金银珠宝的 带我去找他们 黄小龙笑道 大师 我这就带您去 我这就带您去 估摸着 都 都出事了 那男人 那男人连忙爬起身来 就带着黄小龙 就出了屋 在这片平房密集的平民区 男人领着黄小龙 敲开了十几户人家 每一户人家的男人 状况都一样 尽数都是丢了二魂五魄 他们的魂魄 也都是被封印在了昨天捡到的金银珠宝里 黄小龙拿到这些金银珠宝 看了看 还真是价值连城 禁数都是明朝时期的 除了金钉银钉之外 就是翠宇明当 姚三宝尔 马脑猫眼石 以古代女性的首饰为主 黄小龙将这些金银首饰里面的阴气鬼气鬼震 禁数都抹去 把那些男人丢掉的魂魄都拽了出来 放回他们的身体里 不多会儿 所有丢魂的人都恢复正常 小龙 这些金银首饰还真蛮别致 蛮漂亮的 不过 也太邪门了 是不是有什么厉鬼 故意把自己的金银首饰 扔在江边 然后等生人去捡 最后勾魂 马出下醋眉道 如果不是我们遇到这档子事 肯定不止这点人被勾魂 但凡 得到这批金银首饰的人 全部都会掉魂 最终死得不明不白 哥哥哥小龙 无意中 你又干了一件积德行善的事 拯救了不少无辜老百姓 马出下挽着黄小龙的胳膊 一脸崇拜的道 喝找回这些人的魂 不算什么 还得把那只鬼给抓住才行 黄小龙眼睛微微眯 虽然说 黄小龙目前的计划 是要铲除东营鬼拆 与各种东营厉鬼 不过 途中遭遇到一些灵异事件 他还是不介意顺便出手 将作祟的阴魂厉鬼给解决掉 黄小龙很喜欢抓鬼 特别是抓一些古怪的鬼 有趣的鬼 眼前这个吗 就很有意思 将鬼阵布置在大量金银首饰中 用来害人 而且 看他布置出来的鬼阵 恐怕 此鬼至少也是紫衣厉鬼 甚至有可能是鬼王 当下 将所有丢魂的男人都召集了过来 问了个清楚明白 他们是在扬州市的瓜州古渡 捡到那些邪气的金银首饰 那里是运河汇入长江的出口 黄小龙和这些男人约好了 今晚让他们带路 去瓜州古渡瞧瞧 这些男人都受了黄小龙的恩惠 就连性命都是黄小龙救的 自然没有二话 夜 一群来自平民区的男人 拿着手电筒 带着黄小龙 前往瓜州古渡 没走多久 便是来到了瓜州古渡 他像一个上窄下宽的瓜形小岛 正嵌在运河的中间 夜色中 小岛上最显眼的建筑物 是一座惨败的旧楼房 从混凝土墙面和方盒子造型上看 像是七十年代的建筑 他与他周围的一切 都在透着无比肖色颓败的气息 更有不少矮屋与烟树 沐浴在夜色之中 众人来到水流湍急的运河边 一名男人对黄小龙恭敬得道 大师 昨天晚上 咱们收了工 路过这边的时候 在岸边发现了那些金银首饰 当时 当时我们起了贪念 就 就把那些金银首饰给分润了 指望着 靠着这些宝贝 让家人都过上好日子 拜恩 黄小龙看着静静的江面 忽然笑着对马出吓道 小老婆 你别看这里现在这么冷清萧索 在古代的时候 这里可是天下才子佳人向往的圣地呀 有一句诗是这么说的 烟花三月下扬州 顿了一下 黄小龙继续说道 当年这条运河 就是烟花之地 每晚灯影江生 每一塑画坊上 都有色异俱佳的小姐姐呢 船上的灯火 把河两岸都照耀得纸醉金迷 据说 古代那些科考的考生 各种自诩风流的公子哥 最喜欢的 就是来这里寻欢作乐 嘿嘿嘿 流连忘返 嘻嘻嘻公子 这个我知道 我家娘娘以前给我们讲过 十年一叫扬州梦 赢得青楼伯姓名 很多有关妓女的故事 都发生在扬州 发生在这条运河上 小红拍手道 马出吓脸上流露出来思考的表情 忽然说道 小龙 那些金银首饰 会不会就是当初明朝时期 这运河中 一个妓女的东西 那妓女变成了鬼 一直没有去地府投胎 到现在好几百年过去了 因此也成了厉鬼 然后用身边的金银首饰做诱饵 勾人魂魄 小老婆 你可真是冰雪聪明啊 黄小龙 赞许地看了马出下一眼 就在这时 只见江面上 一层层阴气 顺着阴风飘了过来 极为地浓郁 化不开 这些阴气 阴晕在江面上 就好像起了一层雾霾一般 黄小龙就感觉到 在这些阴气之中 怨念极深 黄小龙眼睛微微眯缝 戏血一笑 小老婆 咱们来得可真是巧 马上就有好戏看了 忽然 在江面的阴气之中 传来了哗哗的水声 就好像是在江里 有船在缓缓滑动一般 隐隐约约 有女人咯咯咯娇笑的声音 顺着阴风飘来 其中还有一些 司主管月的优美声音 岸上 那些领着黄小龙等人过来的男人 一个个都忍不住竖起耳朵 聆听起来 眼神开始有些恍惚 喝装什么神 弄什么鬼啊 黄小龙戏谑地笑了笑 然后直接烧了一张现行符 金光一闪 大雾笼罩 昏昏戳戳的江水之中 立马变得一片通明 赫然 只见 在江面上 出现了一艘巨大的画坊 也就是楼船 这画坊 古色古香 装潢极为精美 不像是现代的产物 画坊一共有三层 最上面的一层 是一个古代青楼的造型 匾额之上 写着一翠苑三个字 这字写得以你缠绵 知粉气十足 而在画坊的第一层和第二层 隐隐约约 可以看到很多窈窕的少女 穿着古代的衣裳 或是平澜而望 或是咯咯咯娇笑 或是抚琴吹笛 好吗 眼前的场景 可真是穿越感十足 让得黄小龙等人 仿佛是突然回到了几百年 扬州最为繁华的时期 夜游烟花之地 听几首曲子 喝几壶小酒 沉醉在温柔香里 小龙 这是一艘鬼船 穿上的女子 尽数都是阴魂厉鬼 马出下诧异不已 可是 却 却感觉不到太多的鬼气 反而有一道道脂粉香气 顺风飘来 黄小龙目光看向那艘 渐渐朝岸边靠过来的画坊 笑了笑 这船上的鬼 不简单 是鬼王 鬼王 马出下眼中 闪烁起来一团兴奋的火苗 在华夏的千魂万鬼之中 除了鬼仙之外 就属鬼王最厉害了 而且 几乎每一只鬼王 都有一段近乎传奇般的 故事与经历 譬如 当初黄小龙收服的鬼王 大秦第一件事 迎可心 不过 这扬州运河 画坊上的鬼王 又是什么来头呢 不多时 在河岸边 就出现了一些游人 几乎都是年轻男女 一个个都拿出手机 对着梦幻一般美丽的画坊 拍摄着 我的天啊 怎么会有这样一艘船 太美了 真的太美了 船上好多美女啊 对对 船上的美女 穿的都是古代女人的衣服 太赞了 嘿嘿嘿 难不成 现在的特殊行业 都靠这种来博眼球了 但是不得不说 太有创意了 简直是太有创意了 我要去玩啊 走 上船去 这时 画坊终于停在了距离 黄小龙等人 不远处的江岸边 还放下了一块甲板 那些年轻的游人 一窝蜂的就朝那边冲了过去 忽然 在画坊三楼 一把优雅的女子声音飘来 请各位上船一叙 这么一说 那些年轻的游人 哪里还按捺得住 一个个根本就考虑 都没考虑 撒鸭子就顺着甲板 往船上跑去 马出下柳梅一簇 小龙 那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 被鬼迷住了 竟然主动上了鬼船 典型的作死 恐怕 他们这一上去 就下不来了 不急 有我在 这些人还不至于丢了性命 黄小龙笑道 既然他们意志不坚 被迷住了 那让他们吃点苦头 也是好的 画坊第三层 优雅悦耳 缠绵翡测的琴声飘来 这乐声 简直是绕梁三尺 在这轻飘飘的乐声中 夹杂了一把 哀怨凄美的唱腔 自连身落在平康 她是落花舞主随风舞 飞絮飘零泪树航 青楼寂寂飞他愿 有志从梁配一双 但愿惊差不群去度时光 在青楼时的个李公子 聂毕三生要学梦良 歌声有些哽咽 感人至深 黄小龙宁谋一看 在画坊三楼的甲板上 有一个身穿粉色衣袍的女子 正在抚琴 和鬼王 黄小龙眉头微微一现 她一眼看出来了 这抚琴浅唱的女子 赫然便是一尊鬼力强大的鬼王 别看她千娇百媚的样子 其实鬼体和阴气中蕴含的怨念 那是极为恐怖的 她一旦发怒 就会掀起血雨腥风 月光照在她的脸带上 照在她的身上 只见她浑身雅艳 遍体娇香 两弯眉画远山青 一对眼明秋水润 脸如莲鳄 她并没有使用障眼法 现在的样子 就是她生前的模样 的确是美女 大美女 理性的讲 这个鬼王的姿色 要比黄小龙收服的紫衣鬼梦瑶 以及鬼王迎可心 还要出色几分 也不会输给黄小龙的任何一个老婆 那些上了鬼船的年轻游人 竟像是时辰大海 再也没有了声息 鬼王弹奏了一曲 盈盈站了起来 走到了栏杆边 手中捧着一个箱子 月光下 那箱子散发出来七彩缤纷的宝光 箱子之上 似乎是镶嵌了不少珍珠玉石 散发出富贵逼人的气息 鬼王掀开箱子 一大片珠光宝气 将他的脸蛋 映衬得更显娇艳 宛如绽放的春花一般 不过 这时 那鬼王竟然阴阴哭泣起来 一滴滴鬼泪 斑斑勃勃地布满了鬼脸 他的气息 也变得怨毒而可怕起来 呜呜呜呜呜 凛冽的阴风 在江面上怒刮了起来 整艘画坊 显得鬼气森森 鬼王咬牙切齿地低声诅咒着 从箱子中 抓出一件又一件金光闪闪的手势 直接扔向江岸边 帕金拆一只 帕金元宝一个 帕玉镯子一个 帕尔环一对 很快 江岸上就布满了一件件价值连城的金银手势 不过 每一件金银手势 都阴晕出来了忧怨的鬼气与阴气 就好像是有一双双邪恶的眼睛 镶嵌在其中 不停地窥伺 黄小龙对那群男人一笑 昨晚上 你们就是在那边 捡到的金银手势 对吧 那些男人健壮 都是不停地打哆嗦 连连点头 大师 那 那个穿古装的漂亮女人 是 是 是鬼 一个男人颤声问道 黄小龙 撒然一笑 谁说不是呢 不过 误打误撞被我碰见了 他就该倒霉了 哈哈 虽然这次不是东营地府鬼差 不过 收服一只鬼王 也还算不错的收获 嘿嘿嘿 如此一来 我就有两个鬼王丫鬟了 还都挺漂亮的 我说 你别扔了好吗 终于 黄小龙一步踏出 他凌空悬浮在河岸之上 全身金光吞吐 微风凛凛 霸气冲天 那鬼王站在画坊第三层 居高临下地看着黄小龙 眼神之中 微微有些诧异 不过也不太在意的样子 倒是 黄小龙不置可否地笑了笑 你这阴魂厉鬼 在这儿乱丢东西 勾人魂魄 胆子可真是不小呢 咯咯咯鬼王笑了起来 想收我 收你是肯定的 好了 我奉劝你不要负于顽抗 赶紧把刚才上传的生人给放了 不要惹我发火 黄小龙嬉笑道 你这小倒是 口气倒是不小 想要我放人 还想收我 真是可笑 鬼王眼中有着一抹嘲弄计较的意味 你们当道士的 口口声声就是承恶除奸 除魔未盗 可惜 你根本不知道我是谁 也不知道我的冤枉 委屈和苦楚 就要收我 哼 简直就是岂有此理 鬼王全身 爆发出来争鸣暴力的鬼气 将面上 卷起一个又一个可怕的漩涡 甚至于 在这一片天空 受到了鬼气的影响 突然开始飘落起来 纷纷扬扬 鹅毛一般的雪花 鬼王立声道 你说说 我是谁 你要是能说得上来 我就把刚才上传的生人 都给放了 你要是说不上来 我立刻就要他们的命 哈哈哈哈 黄小龙大笑了起来 脸上浮现出来一抹好玩的神色 你的身份很神秘吗 还想和我玩猜谜 难道你不知道 天下事都瞒不过我吗 其实我早就知道 你生前的身份了 你就是 可怜一片无暇欲 雾落风尘花柳中的 第934章 杜石娘 黄小龙捏缝眼睛 看着那极为漂亮惊艳的鬼王 嘻嘻一笑 早就知道你的底细了 你就是杜石娘啊 啊 杜石娘 小龙 这 这艘画房里的女鬼王 竟然 竟然是歌里唱的那个 那个杜石娘 马出下一脸错愕 鬼王娇躯一颤 愣愣地看着黄小龙 眼神有些意外 也有一些伤感 难难道 真没想到 竟然还有人 知道 知道我 得了 黄小龙是把这鬼王的身份给猜对了 几乎可以说是一语道破 黄小龙继续侃侃而谈 杜石娘 原是大户人家的千金小姐 七八岁时被人拐卖到远离家乡的扬州城 高价让给一翠院里的老宝 老宝看出这个凌厉的妞日后 必能挣大钱 便用新的调教管理 杜石娘天生丽质 又早早养成一派大家闺秀的气韵 再一调教 便是能歌善舞 知书达理 把女人的魅力全背齐了 十七八岁时 出落成天资国色 琴棋书画 样样皆惊 招惹的扬州城里的王孙公子 达官贵人慕名而来 一个个情迷一荡 一致千金 在所不惜 一翠院里有了这棵摇钱树 名扬扬州 日进斗金 老宝把它视如掌上明珠 听到黄小龙的话 鬼王 也就是杜石娘 忍不住哽咽道 我自幼孤苦 这些 这些都是命数 爱 黄小龙继续说道 杜石娘日夜接客 时常卖弄着魅人的风情 似乎对每一位客人都浓情蜜意 款款相待 其实她付出的都是一派职业性的魅情 毫无真意可言 直到有一天 遇到了出涉人士的年轻太学生李贾 她才真正拘出了纯真无邪的柔情 杜石娘虽为青楼女子 身受压迫 却坚真不屈 为摆脱逆境而顽强挣扎 将全部袭击寄托于富家公子李贾身上 然而她怎么努力 也逃脱不了悲惨命运的束缚 李贾被信弃义 将她卖与孙父 万念俱灰之下 杜石娘怒骂孙父 痛斥李贾 把多年珍藏的百宝箱中的一件件宝物 抛向江中 最后纵身跃入滚滚波涛之中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一个故事 名字叫做 杜石娘怒沉百宝箱说着 黄小龙笑嘻嘻地看着杜石娘手中捧着的宝箱 别扔了 你这些金银手势里 蕴含了浓郁的阴气 还布置了鬼阵 砖勾人魂魄 可以说是害人不前 收手吧 否则 我会让你魂飞魄散的 哼 你也知道李贾这副心薄性的男子 你也知道孙父 杜石娘的情绪 突然变得极为激动 身上那恐怖的鬼气 一散而出 将整片江面 都渲染得阴气森森 将水之中 一张张水鬼那惨力的脸 浮了上来 冲着黄小龙等人 惨兮兮地发笑 我一生受尽委屈和苦楚 不得伸张 我生前是天下最可怜的女子 我要报仇 我要报仇 杜石娘立声咆哮了起来 你们这些道士 满口仁义道德 只知道抓鬼驱邪 可你们 为什么不去惩罚那些虚情假意 大奸大恶之人 杜石娘的确心酸 一边嘶吼 一边飙泪 马初夏是个外冷内热的女人 听到黄小龙讲述杜石娘的故事 她也产生了怜悯之意 就连青青和小红这两只小妖怪 似乎也是动了侧隐之心 他们三个几乎是一口同声地问道 不要杀她 她是一只可怜的鬼 黑黄小龙看着面目娇好的杜石娘 笑道 杜石娘 我看你鬼力还挺强的 生前又是能歌善舞 琴棋书画样样精通 不如这样 从今天开始 你改过千善 跟随在我身边 做一个贴身丫鬟 你之前犯得过错 我倒是可以既往不救 咯咯咯 咯咯咯咯咯 你这小道士 还真是大言不惭呢 杜石娘迸发出鸡翘的笑声 旋即 轻轻一挥手 江中阴气滚滚如潮 一大片白森森争名恐怖的水鬼 朝岸上游了过来 朝黄小龙等人游了过来 给黄小龙带路的那些男人 吓得脸色铁青 四肢酸软 一个个都瘫倒在地 黄小龙也就是笑了笑 默念了一声咒语 全身隐隐散发出来了无尽金光 与之同时 一股沸然微压 如龙卷风一般扫荡而出 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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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声声爆裂之音 连珠炮式地响起 那些争前恐后要爬上岸来的水鬼 鬼体被金光一扫 脸上一个又一个血包炸开 顷刻之间 所有的水鬼都暴体而死 江水之中 漂浮着浓郁化不开的阴穴 恶臭的气息 冲天而起 哦 真是没有想到 你这个小道士 还有一些道行 杜石娘微微一惊 黄小龙戏谑笑道 对了 一码是归一码是 我猜出了你的身份 现在 你该把那些被你迷惑 上了鬼船的人 都释放了吧 哥哥哥哥 小道士 你还真是够蠢的 我是鬼 你是人 人鬼殊途 没有什么道义可言 哪怕你猜出我生前的姓名 那又如何 杜石娘冷笑了一下 不过呢 我看你不是那种招摇撞骗的道士 也有几分真本事 这样吧 我可以放掉那些生人 不过 你必须要马上消失 我的事情 你再也不能插手了 否则 我要对你不客气了 黑杜石娘 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啊 黄小龙瞳孔微微收缩 不过呢 他倒是没有产生杀气 有的只是戏谑与讽刺 关于杜石娘此人 虽然是青楼女子 但一生中的遭遇 的确够惨的 特别是被男人背叛 害得他沉掉百宝箱 头江自杀 不得不说 黄小龙对他 也是产生了一些同情 不见棺材不掉泪的人是你 你这爱手爱脚的小道士 杜石娘被黄小龙激怒了 他心想 自己可是鬼王啊 一个满脸青葱的少年 纵然有一些真本事 也不应该在自己面前蹦跆啊 说时迟那时快 杜石娘长袖一挥 一大片散发着冰冷气息的火焰 朝岸上的黄小龙 覆盖了过来 这是冷艳 其中又蕴含了无尽的怨气 普通人 甚至鼓舞宗师 哪怕沾上一点 全身都会被烧成冰屑 而阴魂 则会被冷艳中蕴含的怨气剿灭 因此 这冷艳 是让人彻底魂飞魄散的厉害之物 这遮天蔽日 一般覆盖下来的冷艳 突然在空中分解 化为一只只飞鸟 惶在一般朝黄小龙等人击舍而至 这一招 的确厉害 不会输给什么法宝 杜石娘一生经历极为的凄惨 死后变鬼 怨念极重 因此有些乖张 形式喜怒无常 这一下猛狮杀手 欲要将黄小龙置于死地 或许 他也是 将一些被男人背叛的怨恨之意 发泄到了黄小龙肾上 黄小龙眼睛微微一眯 他极为肯定 这一招杀手 漫天的冷艳飞鸟 剑术都是 朝着自己扑来 却没有去攻击马出下 青青 以及小红的意思 看来 杜石娘对于女人 倒是很优待的 他怨恨的是男人 这也可以解释 为什么捡到杜石娘金银首饰 被勾走魂魄的 只是男人 而没有女人 他呀 是恨透天下男子了 雕虫小记呀 黄小龙嘻嘻一笑 一挥手 一大片纯净的三昧真火 直接烧了出去 三昧真火 裹住冷艳飞鸟 劈里啪啦一阵焚烧 直接将所有的冷艳 都扑灭了 讲道理 虽然杜石娘的冷艳 十分厉害 但终究无法同三昧真火 与明火之类的神火抗衡 羞羞羞 星星点点的三昧真火 朝着那画坊飞了过去 哼 杜石娘立叫了一声 鬼体一晃 奋力躲避着 但一些三昧真火 还是落在了她的衣袍上 刹那间就熊熊燃烧起来 杜石娘全身鬼气爆发 竭尽全力 扑灭身上烧着了的三昧真火 但很快 整艘画坊都开始燃烧了起来 小姐 画坊上 突然有数十名身穿彩衣的厉鬼 惊叫了起来 然后 这些女鬼统统从画坊上飘了出来 悬浮在江面上 月光之下 只见这些女鬼 都溢散出来了紫衣厉鬼的气息 一个个奇年玉貌 鸟眉画眼 生前都是极为艳丽的美女 不过略带一些风尘气息 一道道令人浑潇易软的脂粉香味 顺着江面上的阴风 飘了过来 哦 这些应该都是当初 和杜石娘一起撕混过的妓女 死后也都变成了鬼 今时今日 居然全部进化成紫衣厉鬼了 黄小龙微微点头 说起来 杜石娘的势力还是蛮大的 比如 当初黄小龙收服的鬼王尹可欣 基本上就是孤家寡鬼一个 而同为鬼王 杜石娘手下 还有好几十个紫衣女鬼 小姐 这倒是很厉害 你快走 我们替你拖住这个倒是 几十个紫衣女鬼 异口同声地大叫了起来 嘿嘿 你们这些妓女 还挺讲义气的吗 黄小龙笑了笑 等等 杜石娘扑灭了身上的三妹真火 此时极为狼狈 对着黄小龙大叫道 不要伤我的姐妹们 废话就不要多说了 你竟敢主动攻击我 如果不是看你生前可怜 我早就灭了你 黄小龙的声音里 也是充斥了一丝丝凛然威严 最后给你一次机会 臣服 当我身边的小丫鬟 或者死 第935章 和杜石娘打赌 亲眼见识了黄小龙的法力与神通之后 其实杜石娘这尊贵的鬼王 也是有些怂了 再说 她也怕黄小龙伤害她的好姐妹们 因此 杜石娘的态度软化了不少 大师我们在这里恋战不去 其实其实是为了报仇 这样吧 大师 我杜石娘在这里保证永远不会再伤害无辜人了 我的那些首饰也再也不会让谁捡到 大师 这样 你满意了吗 报仇 你还要报什么仇 马出下大祈祷 呵呵 还想和我谈条件 黄小龙眼中闪过一抹冷意 说话间 黄小龙身上 金光再次绽放 这金光之中 飘荡着无数的符纹 威压凛然 每一个符纹 都仿若要剿灭天地一般 黄小龙神威绽放 那恐怖的 宛如君临天下的气息 直接将鬼王杜石娘 以及那些紫衣厉鬼 统统都震慑住了 让得他们 根本都无法逃遁 而在这一刻 杜石娘和紫衣厉鬼们 也都深深地知道 黄小龙 不简单 根本不是他们 可以去抗衡的 在黄小龙的气息笼罩之下 杜石娘和紫衣女鬼们 竟是产生了一种 极为渺小的感觉 就好像 自己是一只蝼蚁 面对着洪荒巨兽 简直就是不寒而栗 大师 你 你究竟是谁 你 你怎么会强到这种 这种地步 杜石娘粉泉紧握 可是 我必须要报仇 我已经等了几百年 我要报仇啊 报什么仇 你倒是说啊 小红忍不住叫道 黄小龙慢条思理的道 杜石娘一生之中 最大的两个仇人 一个是当年背叛了 她的父亲郎李甲 另一个则是阴险狡诈的 富伤孙父不是吧 这两个人 早就死掉了 还报什么仇 马出下有些无语 杜石娘 你的怨念 也太执着了吧 对 这两个父我的男子 早就死了 就连阴魂都进入了地府 轮回转世 杜石娘鬼眼中 一散出来了恨之入骨的杀鸡与愤意 你脑子是不是有毛病 轻轻不屑地哼击道 你的仇人早就死了 也没有变成厉鬼 滞留阳间 你还报什么仇 哼 我推算出来了 我终于推算出来了 李甲和孙父虽然魂魄早就下了地府 但一直有投胎转世 距离我怒尘百宝箱已有整整四百年 我也终于推算出来李甲与孙父转世的消息 他们现在都是这扬州市的人 我要杀了他们 让他们魂飞魄散 报了当初的血海深仇 这样我的怨念才会消散 否则永生永世都会纠缠不休 我也不想这样的 必须要做一个了断啊 杜石娘眼中闪烁出来了怨毒之意 你真的太执着了 马初夏虽然可怜杜石娘 但对于他这种仇恨的执念也有些不以为然 你们的仇恨在四百年前就应该成归尘土归土了 没想到你居然把仇恨延续到了几百年后的今天 李甲和孙父早已经死了 他们虽然转世为人 但你也不应该再找他们报仇 李甲和孙父的今生是无辜的 放手吧 渊渊相报何时了 黄小龙似笑非笑地看着杜石娘 其实只要黄小龙念几段佛经 就能洗掉杜石娘的怨念和执着 不过黄小龙倒是想看看杜石娘还有什么要说的 大师你法力高强 我不是你的对手 在这里我有一个请求 等我杀死李甲和孙父的今生 我甘愿临死 杜石娘眼中有着一抹坚定之色 还有请大师放过我这些好姐妹 他们都没有害过人一切的罪孽都是我犯下的 等我诛杀仇人要杀要寡 戏听尊便 黄小龙摇了摇头 我早就说过我不喜欢和鬼谈条件 你也应该清楚我要杀你们只在冻面之间 大师 杜石娘极为的不甘 气氛有些僵硬 杜石娘沉默了十几秒钟 然后才看向黄小龙 大师你敢不敢和我打一个赌 哈哈哈哈杜石娘 你还想计较我 哈哈哈哈 黄小龙哑然失笑 得了 你想打什么赌 你说说 我这个人 其实很喜欢打赌的 大师 如今 李甲和孙父 几度轮回 再世为人 他们都在扬州市 我要在三天之内杀他们 倘若 大师也能够识破他们转世后 如今的身份 阻止我去杀他们 三天之后 我不能得手 那么 算是我输了 杜石娘目光闪烁 眼中掠过一抹角块之色 我要是输了 大师 可以随意地处置我 把我打得魂飞魄散 我也丝毫没有怨言 当然 如果大师体恤我 可怜我 便可受我为弊 我怨邪姐妹们 跟随在大师身边 悉心伺候 绝无二心 顿了一下 杜石娘继续说道 倘若 我侥幸得手 赢了大师 请大师立刻离开扬州市 不要再为难 我和姐妹们了 当然 我也可以向大师保证 报了仇 我和姐妹们 就会隐居在这条运河之中 不再伤害无辜人 杜石娘的意思很清楚明白 三天时间 让黄小龙去找李贾和孙父的今生 找到了 还要保护他们 不被杜石娘杀害 三天之内 杜石娘得手了 黄小龙就算是输给了她 反之 黄小龙胜 接下来 杜石娘一声令下 紫衣女鬼们 飘回到画坊中 黄小龙也没阻止他们 燃烧着的画坊 也是被杜石娘 倾尽全力 扑灭了熊熊火焰 不多时 紫衣女鬼们 便是将之前踏入鬼船的那些生人都抬了出来 那些生人也没有生命危险 没掉魂 只是昏厥了过去 放在岸边 被冷风一吹 醉池半个小时之后 便都会自动醒过来 嘿嘿嘿 有点意思黄小龙咧嘴一笑 心中确实不屑得很 小样 还想给我出难题 哈哈哈哈行 这一局 小爷我就陪你们玩 好 就这么说定了 我现在就去找李贾和孙父的今生 黄小龙洒然一笑 反手搂住马初夏的小蛮腰 小老婆 我们走 当下 黄小龙 马初夏 青青 小红 以及领路的那些男人 一起离开 走出几步 黄小龙回头 戏谑地看着杜石娘 我警告你 千万不要耍花样 你们这些鬼的气息 我都已经记住了 上天入地 你们也逃不过我的五指山 大师请放心 石娘绝不会耍诈 若是大师能够找到李贾和孙父的今生 石娘也愿赌服输 杜石娘对着黄小龙 盈盈一居 身上的怨气和力气 也淡化了不少 变得温婉可人 不像是鬼 倒像是古代一位大户人家的千金 黄小龙等人走了 小姐 一群子异利鬼 一起涌了上来 将杜石娘团团围住 小姐 那个倒是太厉害了 你和她打赌 万一输给她 那就惨了 紫衣女鬼们唧唧喳喳的倒 杜石娘收敛了情绪 千娇百妹的脸大上 清淡如水 她不可能找到李贾和孙父的今生 那是不可能的 时隔整整四百年 李贾和孙父都已时事轮回 她不可能在三天之内找到他们 不要说三天了 哪怕是三年 三十年 她都找不到的 杜石娘的魅眼中 略过一抹锋芒之气 我是被仇恨和怨气 执念之配 足足推算了四百年 才终于找到李贾和孙父的今生 这一次 那位大师 绝对没有机会 绝对没有 事不宜迟 今晚 我们就动手 杜石娘挥了挥衣袖 鬼体骤然在风中波动了一下 然后化为一道鬼气 消失无踪 紧接着 画坊和所有的紫衣厉鬼 也都是消失不见 黄小龙 马初夏 清清 小红 来到了扬州市的市区 在一个五星级酒店 开了一间总统套房 黄小龙洗了个热水澡 公子 这次赌得有点冒险了 清清猝眉道 那个什么孙父和李甲 都是明朝时期的人 距今四百年 早就不知道投了多少次胎了 现在要找到他们的今生 这难度也太大了吧 而那杜石娘 也太狡猾了 她肯定早就知道 这二个家伙的今生 到底是谁了 这只鬼 几乎是立于不败之地了 哈哈哈哈 这有什么难度 好了 我现在就去找李甲和孙父的今生 黄小龙嬉嬉一笑 玩世不恭 第九百三十六章 找到今生 听到黄小龙 立马就要去找李甲和孙父的今生 马初夏 清清 小红 都跃跃欲试 似乎是想要抓紧时间 小红十分地活跃 甚至直接跑到了门边 要开门处去 我说 你们这是在干嘛啊 黄小龙愕然 公子 你不是说要去找那两个父亲郎的今生吗 轻轻蹦蹦跳跳的道 赶紧的呀 说完就把门打开了 你是蛇 应该是冷血动物 为什么这么亢奋 黄小龙嬉嬉一笑 得了 我有说过要出去找吗 真是笨蛋 啊 小龙 你 你是想 马初夏心神微微一动 黄小龙也不多说 随意地吟唱了几句咒语 刹那之间 在他的脚下 闪烁出来一道道昏暗的幽明之光 整个房间里 场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黄小龙等人 仿若置身于一个无边无际的空间内 到处都开满了一朵朵妖艳的花朵 这些花朵 便是开在阴阳交界之处的彼岸花 一条漆黑的石板道路 出现在了黄小龙等人脚下 黄 黄泉路 马初夏亥然 他曾经死过一次 走过黄泉路 因此并不陌生 黄小龙领头 马初夏 清清 小红 战战兢兢地跟在后面 吹着阴风 脚踩着黄泉路 两旁开满了棋西膏 不断摇曳 散发出魔鬼般诱人香气的彼岸花 哪怕是清清和小红这种天不怕地不怕的妖怪 走在黄泉路上 心神都已经绷紧了 全身每一个毛孔每一个细胞之中都填满了惊悚恐惧 公子你把我们带到地府来了呀好吓人啊小红冬看看西看看 颤声道 你们怕什么 这里是我的地盘 带你们下来玩玩 黄小龙嘻嘻一笑 怎么样 环境还不错吧 我从小到大有很多时间都是在地府里玩耍度过的 也学到了好多本事 环境 环境 着实不错 轻轻木讷地点了点头 经过望川河 波涛汹涌的望川河里 有无数厉鬼甚至大量的鬼王 鬼仙 在翻滚着 嘶吼着 在求饶 祈求黄小龙将它们捞上去 河面上 飞悬着一只只红眼乌鸦 地狱之鸟 只见 黄小龙老马识途地走到了望川河边 一块巨大的石头之前 这块石头上 写了三个赤红色的古转字 三生石 这便是传说中的三生石 望川河边三生石 此时此刻 三生石上 不断地出现人的名字 密密麻麻的名字 闪烁变幻 走马观花一般 畏为奇观 那这就是三生石了 上面刻着世间众生 每一个人的前世来生 黄小龙笑了笑 哇公子 这也太厉害了吧 你是想在三生石上 找到李贾和孙父 在时事轮回后的今生 轻轻眼睛发亮 马初夏也是松了口气 一脸如释重负的笑容 小龙 你果真有办法 我就说嘛 你怎么可能输给杜师娘那鬼王你 可是殷天子啊 你是殷天子的小老婆 怎么样 这身份够牛了吧 黄小龙轻松地调侃了起来 马初夏双颊红 脸上浮现出来了幸福的表情 眼神之中 尽是荣耀 青青和小红两只小妖怪 此刻也是一脸厌慕地看着马初夏 一口同声地道 公子 我们也要做你的老婆 鹅黄小龙 瞇缝着眼睛看青青和小红 心里嘀咕着 一条蛇 一只狐狸 嘿嘿嘿 有趣 口味有些重啊 不过 我已经和一只狐妖做了夫妻 蛇嘛 倒是没事过 青青连忙道 公子 我们都修成人形了 可以和人结为夫妻的 以前 我们蛇妖一族 有一位白素贞娘娘 不就和一个人类 举案其眉 百年好合了吗 嘻嘻公子 没有问题的 好了 这个暂时 就不要讨论了 黄小龙笑了笑 我先找到李甲和孙父的金生 说完 黄小龙拿出生死簿 查到了李甲和孙父的农历生辰八字 然后 将这两人的名字和农历生辰八字 禁数都写在了三圣石上 骤然 三圣石上那密密麻麻的人名 都消失了 只剩下两个名字 李甲 孙父 两个名字的下面 便开始出现 他们每一世的身份信息 譬如 李甲死后的第一次轮回 竟是堕入了畜生道 投胎成了一只猪 孙父死后的第一次轮回 更是凄惨 投胎成了一只乌鸦 第二世 第三世 第四世 终于 两人实施轮回的身份 浮出水面 李甲 如今的身份 乃是扬州市首富霍秋 男 47岁 孙父 如今的身份 这个 看着孙父今生的身份 黄小龙和马初夏 青青 小红 都有些啼笑皆非 慕慧 女 二十一岁 扬州大学学生 父母经商 家财万贯 不是吧 小龙 那个孙父的今生 居然 居然是个女孩子 而且 看起来还是个白富美 不可思议啊 这 这 马初夏一脸猛逼 恩智三生时是不会错的 黄小龙认真的点了点头 你们都记住了 霍秋 扬州成首富 47岁的中年男子 还有慕慧 二十一岁 白富美大学生 顿了一下 黄小龙吩咐道 我和杜石娘打赌 不但要在三天内 找到李贾和孙父的今生 而且不能让杜石娘得手 事不宜迟 分头去保护这二人 说完 黄小龙对青青和小红道 你们两只小妖怪 立马去找霍秋 她是扬州成首富 应该很容易找到 记住 一定不能让杜石娘得手 还有 你们也不要伤了杜石娘 这只鬼王 是当定我的丫鬟了 小老婆 咱们的任务 是去找白富美墓会 黄小龙转头对马初夏道 小龙 我明白了 我立马打电话 给玄学会扬州城分部的人 让他们协助寻找墓会的下落 马初夏连忙说道 离开地府 酒店房间里 青青和小红 化为两道腰风 直接出了酒店 马初夏飞快地拿出手机 拨打了玄学会扬州城分部 负责人的电话 好在玄学会在华夏的市里 非常庞大 在各省市都设有分部 不多时 马初夏就拿到了墓会的下落 毕竟 墓会在扬州城 其实也算是上流圈子里的名人 他的父母更是当地权贵 所以不难查到下落 小龙 墓会是扬州大学大一的学生 他是住校生 也就是说 他现在有很大的概率 在扬州大学的宿舍里 马初夏沉声道 那就好 小老婆 你让玄学会的人 去墓会家附近蹲点 我们立刻马上去扬州大学 千万不能让杜师娘抢了先机 黄小龙活动了一下筋骨 亢奋得到 这次还挺好玩的 第937章 墓会 在得知了孙父的今生墓会 很有可能是在扬州大学住校的消息后 黄小龙和马初夏 立马离开酒店 如今的时间 早已经是凌晨三点多了 不过扬州城的夜生活非常繁华 两人在酒店门口 不费吹灰之力 就打到了一辆出租车 直奔扬州大学 二十几分钟的车程之后 出租车停在了扬州大学的门口 一下车 黄小龙和马初夏都已经看出来了 整个扬州大学都笼罩在一片阴气之中 乍一看 根本就不像是一个学校 而像是一个巨大的阴宅 阴风从校园里吹出来 就好像是从墓地里吹来的怨气一般 冷得扎人骨头 不好了 这扬州大学的校园内 已经有不少阴魂厉鬼进去了 杜石娘的速度果然很快 这几百年的怨念和仇恨 积累下来 终于让她找到了孙父和李贾的今生 马初夏有些紧张了 不能让木会出事 她是无辜的 马初夏急着往校园里走 小老婆 你别急 咱们先别管隐匿在扬州大学校园里的鬼 得把木会找到了再说 黄小龙走上前去 往马初夏身上贴了张隐身符 两人神不知鬼不觉地进入了校园 这时 马初夏的电话铃声响起 在寂静的校园中 略微有些刺耳 她赶紧接听电话 不多时 压低嗓音对黄小龙说道 小龙 我拿到了重要的情报 木会住在女生宿舍312房间 与她同住的 还有三个女生 走吧 黄小龙倒是淡定得很 观察校园里的阴气 黄小龙判断出 潜伏在校园里的阴魂厉鬼 似乎暂时还没有轻举妄动 都深深地隐藏着 两人来到女生宿舍大楼 用了穿墙服 搜的一下就进去了 312宿舍门口 木会就住这间宿舍了 马初夏颤声道 但愿不要出事 但愿不要出事 小老婆 你急啥呀 黄小龙略微一听 从312宿舍中 传来四把平稳的呼吸声 很明显 里边有四人 但都已经睡熟了 走 黄小龙又给马初夏贴了一张穿墙服 两人像幽灵一样飘进宿舍 这间宿舍很大 空气中浮动着少女的幽香 以及淡淡的高档化妆品香气 静谧的黑暗之中 只见四张单人床 井然有序地排列着 床上各躺一名女生 都很正常 正睡觉呢 再说 这间女生宿舍里 也没有明显的阴气浮动 呼马初夏输了口气 不知道哪个是木会 嘿嘿 夜窗女生宿舍 可真是刺激啊 黄小龙嬉嬉一笑 小老婆 咱们现在就开灯 把这几个美女叫醒 然后问个清楚 到底谁是木会 那行等等 小龙 这三更半夜的 我们把人家叫醒 恐怕 恐怕得把人吓坏吧 马初夏有些顾虑 小老婆 我们又不是坏人 好了 现在开灯 叫醒他们 如果他们发出尖叫 你立刻隔空点了他们的雅学 明白吗 黄小龙走到墙壁上的电灯开关前 马初夏是很听黄小龙话的 点了点头 啪 开灯 宿舍里一下子大亮 美女们 醒醒 黄小龙笑道 说话间 黄小龙所以甩出一张福转 这张福转的作用 就是可以让熟睡中的人 立刻醒来 并且保持足够清醒的状态 刹那间 四张单人床上 四个颜值还算不错的女生 几乎是同时醒了过来 他们倒是都穿了冬天的睡衣 不至于春光乍现 赫然 四个女生 看到宿舍里突兀出现的一男一女 眼珠子顿时就鼓了起来 马初吓到还好 但黄小龙的闯入 却是给这四个女生 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和震撼 以及恐惧和惊悚 下一刻 啊 四个女生 一口同声地尖叫起来 不过 当他们刚刚一张嘴 发出一个音节 马初下右手五指 如拨弄琴弦一般地动了几下 拨拨拨几声响 几道柔和的指力 将四个女生的 雅学给封住了 让得他们叫出来的声音 如被剪刀剪断一般 戛然而止 他们立刻蜷缩成一团 身体像是筛糠似的颤抖了起来 用祈求和恐惧的目光 看着黄小龙和马初下 那啥 美女们 不要害怕 我们不是坏人 黄小龙嬉皮笑脸地道 你们深呼吸一下 再仔细看看 我和我小老婆像坏人吗 是不是不像 这么一说 四个女生果然再仔细一看 黄小龙和马初下 眼中的恐惧和害怕 倒真是削弱了一些 打扰了 我想问一下 谁是木会 马初下非常礼貌客气地询问道 下意识地 其中三个女生 目光同时看向了床最靠里 穿一身碎花长袖睡衣的漂亮女生 这姑娘虽然蜷缩在床上 又是素颜 但仍可以看出 她是颜值最高的一个 也是身材最为高挑的一个 有着一头乌黑靓丽 瀑布一般的长发 鹅蛋脸 眉梢眼角 有着一种古典的神韵 你就是木会 黄小龙心中已经可以肯定了 那鹅蛋脸美女 咬着牙 虽然还是很害怕 但却非常勇敢地点了点头 哎 真是世事无常啊 孙父嘛 据说在杜石娘的故事里 是一个很狡猾很猥琐的男人 没想到 时事轮回之后 却变成了一个大学的校花 无论身材还是颜值 几乎都无可挑剔 就这质素 都和我家大老婆宋宇如差不多了 黄小龙心中暗暗道 好了 废话就不多说了 我和我家小老婆 是来抓鬼的 黄小龙笑道 抓鬼 木慧在内的四个女生 眼中都浮现出来了一抹惊奇的神色 我们并不是坏人 也绝对不可能伤害你们 只不过呢 木慧 现在有一群厉鬼 要对付你 黄小龙似笑非笑地道 木慧惊愕地瞪大眼睛 一脸无辜地看着黄小龙 我说的是真的 黄小龙的声音里 充斥着一种强大的感染力 不由的 木慧下意识地点了点头 现在我解开你们的哑学 你们都不准大吵大叫 打扰其他同学休息 知道吗 黄小龙笑道 四名女生 连忙点头 马出下又是屈指一弹 啵啵啵几下 四名女生的哑学 都被解开了 这等手段 四名女生都是第一次亲眼目睹 又是惊奇 又是骇然 不过 心中也是浮现一些想法 既然这两个人这么厉害 用手指头弹几下 我们就不能开口说话了 那要害我们 恐怕也是举手之劳 看来 真不是来害我们的 他们果然都不再尖叫 请问 你们 你们怎么知道 有 有鬼要害我呢 木会的声线 极为柔美好听 虽然我平时从来不烧香念佛 可是 我也没做过亏心事 也没得罪过谁 更加没有亵渎过鬼神 为什么 为什么 真是搞不懂耶 现在不是给你解释这个的时候 总而言之 你的处境非常危险 但你千万不要害怕 你跟我们走吧 三天 如果这三天 你能够平安度过 那么 以后也没事了 马出下一脸正色 你千万别不相信 现在 扬州大学校园里 已经涌入了不少厉鬼 看来 都是针对你的 穿好衣服 跟我们走 黄小龙对木会笑了笑 扬州大学 校园内 一名保安 拿着手电筒 正在四处探照 就在这时 前方的一棵树下 站着一个极为窈窍 漂亮的女人 这女人穿着一身 东营岛国的和服 就朝那保安招手 保安用手电筒一照 嘖嘖 强光之下 只见那树下的女人 可真是迷人极了 而且 散发出来一种楚楚可怜 柔弱无依的韵味 保安前意识里 涌起一种 要去保护那女人的冲动 她颤声道 别怕 美女 你是不是遇到了什么麻烦 不过千万别怕 我有在 我会保护你的 说完 保安就撒鸭子跑了过去 跑到那和服女人身前 突然 那和服女人漂亮的五官 瞬间变得扭曲 眼睛里面 雕出阴穴 原本非常好看的嘴 竟是直接咧到了耳根 啊 保安吓得全身一抖 手电筒砰的一下 掉到了地上 下一刻 一张血盆大嘴 一双灯笼一般恐怖的眼睛 出现在了和服女人身后 惨淡的月光之下 只见和服女人身后 有一个类似于鲜鱼般的大脑袋 不知道是什么怪物 她伸出了舌头 那和服女人 其实就是站在这怪物的舌尖上 说时迟那时快 扑 一下子 那张血盆大口 便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将那吓得失魂落魄的保安 直接吞掉了 咀嚼几下 便是咽了下去 然后 血盆大嘴 便再度张开 吐出舌头 舌尖之上 依旧站着一个楚楚可怜的美女 与之同时 校园里 不少的地方 都出现了这样一个身穿和服的柔弱少女 节节 节节咯咯咯咯咯咯咯 扬州大学的空气中 隐隐约约 甚发出一些若有若无的女人音笑声 整个校园的温度 骤然又降低了好几度 第938章 东营厉鬼 鬼一口 墓会的宿舍里 马初夏说道 小龙 咱们还是赶紧带着墓会离开吧 这校园里 情况越来越不对劲了 的确 马初夏感觉到 整个扬州大学的校园内 就好像是一个巨婴之地 阴气和鬼气的浓郁程度 俨然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恐怖的地步 甚至还有一丝丝血腥之气 一散了开来 这时 墓会和他的三个室友 或许是被马初夏的情绪影响到了 都忍不住打了个哆嗦 目光看向窗外漆黑诡异的夜色 心里越想越害怕 鼻子里面 也果真嗅到了一丝丝狠淡的血腥气味 好 我 我马上跟你们走 墓会最终咬牙决定 只要把墓会带走 杜石娘和他手下那些紫衣厉鬼 就不会再逗留在这个学校里纠缠 小龙 墓会在你身边 杜石娘根本就没有一丝机会 他恐怕千算万算 也算计不到 你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找到孙父的今生 马初夏又笑了笑 我们也要离开 墓会的三个室友 此时也都是一口同声地叫了起来 行 赶紧穿上衣服 现在就走 黄小龙走到窗边 目光看了出去 旋即 微微醋眉 男男道 这些阴气 明显不是杜石娘和那些紫衣女鬼的 嘿嘿嘿 真是有意思 难不成 今晚会有意外收获 墓会和三个室友 也顾不得换什么衣服了 直接套了羽绒服外套 就跟着黄小龙和马初夏 意不意去地离开宿舍 我说 为什么厉鬼会找上我呢 墓会还是一脸猛逼 因为你的前世作孽被黄小龙嘻嘻一笑 前世 墓会瞪大眼睛 对 你的前世 是一个非常猥琐的男人 黄小龙一脸正惊地道 扑这时 墓会的一个室友 忍不住扑吃一笑道 大笑话 真是没想到 你的前世 居然是一个猥琐男人 哈哈哈哈 笑死我了 哈哈 切 瞎说 什么男人啊 嗨 还猥琐男人 墓会脸色微微一红 还真是千娇百昧 众人走出宿舍楼 来到了寂静的校园里 校园里 就好像起了一层雾霾 很是诡异 哪怕是有路灯照明 也与人一种昏蒙蒙的感觉 能见度很低 冷风吹在人身上 直往骨头里钻 墓会和他的三个室友 都双手抱肩 做色缩状 就好像是受惊的小鸟 小龙 你看这边 突然 马出下目光一凝 快步走到了一棵树旁边 黄小龙带着墓会等人 跟了过去 黄小龙拿出几根箱 念了火灵咒 方圆树杖之内 雾霾阴气 尽数都被驱散开来 大放光明 墓会和他的三个室友 只觉得无比的温暖 踏实 身上一点也不冷了 他们忍不住向黄小龙 投去了异样的眼神 对于黄小龙的信任 以及能力 都更加肯定了 香火光芒之下 只见在树边 有几滩新鲜的血迹 另外还有几块沾着血的衣服布料碎片 啊 墓会惊叫了一声 惨然道 这是 这是我们学校保安的制服 这 这 难道 小龙 这里还残存着鬼气 看来 是有学校保安 被厉鬼害死了 马出下柳梅一簇 杜石娘 她竟然对学校无辜的保安动手 简直就是岂有此理 亏我还那么同情 她的悲惨遭遇 呜呜 墓会终于千真万确地相信 黄小龙和马出下所说的话 这学校里 恐怕的确有阴魂厉鬼在作祟啊 她看着地上的血衣 忽然低声哭泣了起来 你们说 那些厉鬼 是来害我的 可现在 我们学校一定有保安遇害了 是我连累了无辜的人 都是我的错 呜呜呜 都是我的错 黄小龙哑然是笑道 呵呵 真是想不到 你的今生还蛮善良的吗 好了 不管你是 小龙 你的意思是 马出下眼中闪烁出思索的表情 小老婆 一开始我们进入这个学校的时候 就感觉到 校园里布满了阴气 应该是有厉鬼 潜伏在四处 责任而逝 黄小龙解释道 其实这些阴气 和杜石娘 以及那些子依妓女鬼的阴气 有比较大的差别 鬼的气味 我稍微闻一下 就能辨别清楚了 马出下 恍然道 我知道了 小龙 你的意思说 隐匿在扬州大学里面的阴魂厉鬼 并不是杜石娘这一波 对 黄小龙眼睛微微咪缝 然后深吸了一口气 我嗅到了 类似于东营百慕鬼的气味 东营厉鬼 马出下眼睛一亮 既然扬州大学 发现了东营厉鬼的下落 那我可就不能坐视不理了 嘿嘿嘿 全部宰了 黄小龙眼中 蹦闪出一抹杀气 就在这时 羞羞 羞羞羞羞羞羞 静急的破空声响起 一道道阴气 如见一般 从外面窜进了校园 哈哈 这下热闹了 杜石娘手下的紫衣厉鬼们来了 黄小龙戏谑一笑 跟我来 扬州大学 校园内的一块足球场内 空气荡漾起来 一道道波纹连衣 下一刻 数十名身穿紫衣 面目娇好 全身散发出淡淡脂粉香气的女鬼 出现在了足球场上 姐妹们 小姐告诉了我们 那孙父时事轮回后 如今的身份 就在这个大学 如今是个漂亮的女大学生 今晚 我们要为小姐出力 将那女大学生抓住 带去给小姐处置 一名紫衣厉鬼 目光锐利如刀剑 快速地吩咐道 嗯 这一次 小姐一定不能输给那个小道士 否则 不但抱不了血海深仇 还要被迫去做那个小道士的贴身丫鬟 哥哥喽 那个小道士 看起来也就是二十出头 毛都没长齐 竟然想让我们当她的丫鬟 可真是太可笑了 不过话又说回来 她的本事 倒是很强的 就连小姐 都不是她的对手 且当丫鬟是假 她恋我们的美色才是真的 天下男子 都是这般 好了 不要多说废话 我们快去找那个女大学生吧 她的名字叫做木会 放心吧 不要着急 那小道士哪怕算无一策 也不可能计算出 孙父今生的身份 这次小姐是稳操胜券了 我们分头行动 紫衣女鬼们 就要散开 赫然 咯咯咯 咯咯咯 突兀 从足球场的边缘 一散出一阵阵令人毛骨悚然的惨笑声 是女人的笑声 与之同时 一片片浓郁化不开的阴气雾霾 滚滚而来 几乎是将这个足球场给封住了一半 足球场里的紫衣女鬼 脚步尽数都是一致 明眸看去 雾霾之中 隐隐约约 出现了许许多多女人的身影 这些女人 清一色都穿着东营岛国的和服 样貌娟秀 神情楚楚可怜 但却透出一股子阴森诡异的感觉 这种诡异 甚至超过了那些紫衣女鬼 哦 鬼 紫衣女鬼们 在短暂的惊恶之后 便都浮起了凶利之气 你们是什么鬼 看你们的穿着 不伦不类的 恐怕不是咱们扬州城的鬼 都赶紧滚蛋 一名紫衣女鬼 很声道 再不滚蛋 我们家小姐来了 统统都要魂飞魄散 咯咯咯咯咯咯 足球场周边 那些和服女人 嘴角都是微微翘起 发出邪气凛然的笑声 岂有此理 姐妹们 干掉这些不知所谓的小鬼 紫衣女鬼们 尽数都是爆发出凝恶的杀气 和凶利的鬼气 开玩笑 这群紫衣女鬼 都是明朝时期的名记 死后变成的 可以说是这扬州城的地头蛇 再加上又有鬼王杜石娘撑腰 她们岂容一群不知所谓 其装一服的小鬼造次呢 羞羞羞羞羞羞 当下 紫衣女鬼们 分别掠向了足球场边缘的和服女人 欲要直接虐杀 与之同时 黄小龙带着马出下 木会 以及木会的三名室友 也是循着阴气 来到了这块足球场边 小龙 这些鬼 竟然自相残杀起来了 马出下愕然 这倒不是自相残杀 这两波鬼 一波是咱们华夏的鬼 还有一波 却是东营岛国的鬼 怎么能叫做自相残杀呢 黄小龙细血一笑 然后目光仔细看向那些和服女人 眼中闪过若有所思的表情 这段时间 其实黄小龙 一直在恶捕东营各种厉鬼的资料 短时间内 对东营的千魂万鬼 也是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 这些东营厉鬼 根本不是咱们华夏子依厉鬼的对手 杜石娘的这些姐妹 可都是明朝时期的老鬼了 在小龙你面前 虽然不堪一击 但不能忽视他们的鬼力 马出下眼中略过一抹不屑 这群东营厉鬼 我看鬼气也不怎么强烈 他们死定了 小老婆 你错了 黄小龙摇了摇头 杜石娘这些姐妹们倒是危险了 话音刚落 紫衣女鬼们已经如闪电一般 如春艳掠水一般闪到了那些和服女人身前 轰轰轰 狂霸的鬼力如炸弹一般轰击了出去 那些和服女人就好像是纸糊的一样 一个个瞬间就被撕裂成了碎片 然而就在这时 在每一个和服女人身后浓浓的阴气之中都出现了一张巨大的血盆大嘴 每一张血盆大嘴中都喷吐出来了令人作呕的血腥气以及一种恐怖的犀利 啊 不 姐妹们 我们上当了 几名紫衣女鬼 迸发出撕心裂肺出惨嚎声 然后 恐怖的一幕出现了 这些紫衣女鬼 就好像是新面条一样 被血盆大嘴给吸入口中 咕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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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人恶心的吞咽声此起彼伏 好吗 紫衣女鬼们 竟是被血盆大嘴 生生吞了 然后 浓浓的雾霾漂浮而出 血盆大嘴 尽数消失 很快 又是一个个妖鸟的和服女人出现了 亭亭玉力地站在足球场边缘 似笑非笑 神色可不至极 小龙 这 这 突如其来的变故 让得马出下惊骇欲绝 完全搞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 沐会和他的三名室友 更是被眼前的一幕 吓得手脚发软 沐会突然叫道 我知道了 我们学校的保安 就是 就是被这种大嘴巴给吞 吞掉的 东莹有一种奇怪的鬼 叫做鬼衣口 黄小龙微微一笑 这种鬼很有意思 长得就好像是丑陋的大鱼 嘴巴特别大 舌头也特别长 极为贪食 逮着什么吃什么 他最大的特点 便是在他的长舌头上 会长出美丽的女人 这些女人 千娇百妹 可以迷惑人 每当有人接近的时候 隐藏在后面的血盆大嘴 便会趁机将人一口吞掉 嘻嘻 东莹的鬼 可真是又丑陋又变态啊 听到黄小龙的讲述 马出下等人 都是嘖嘖称奇 又感觉到一些毛骨悚然 这东莹厉鬼鬼一口 可真是太奇葩 也太狡猾了 你们想不想看看 鬼一口 到底长什么样子 黄小龙咧嘴一笑 然后 直接扔出一张浮转 浮转在空中自燃 散发出一道道 惶惶烈日般的光韵 将足球场周边的浓郁雾霾 阴气 鬼气 渐渐地驱散了 终于 隐藏在那一个个 和服女人身后的庞然大物 显现出来了形体 第939章 遇到同行了 黄小龙 用燃烧浮转的光芒 驱散了萦绕在足球场周边的所有阴气 让得 那些东莹厉鬼鬼一口 终于是露出了庐山真面目 只见这玩意儿的外形 酷似大口黏鱼 有机米长 不过脑袋大如水缸 一张嘴 更是占据了整个面部的三分之二 身上长满了密密麻麻的小嘴 流着浓浆 恶心至极 面部的血盆大口 张开着吐出一米多长的舌头 舌头上附着了粘稠的姜叶 以及一些骨头渣子 血肉碎片 内脏组织 潮水一般的阴气 从这句口中 喷勃了出来 不过最为奇特和诡异的 是在她的舌尖 站着一个身穿和服的妖鸟女子 楚楚可怜 仔细一看 和服女子是没有脚掌的 仿佛一双腿 死死地镶嵌到了舌尖里 小龙 这个 这个就是诡异口啊 马出下骇然不已 就好像是一个怪物 肯定是那些该死的东营地府鬼差 把这些怪物 带到咱们滑下来的 木慧和她的三个室友 看到足球场周围 全部都是这样的大口链鱼 足足有好几十只 每一个的舌尖上 还长出一个阴气森森的东营女人 她们都快吓昏过去了 这个时候 所有的诡异口 都朝黄小龙这边蠕动了过来 那些长在舌尖上的东营和服女人 面朝黄小龙 妩媚一笑 风情万种 阴风之中 她们的娇笑声若隐若现 实在是勾魂射破 哈哈哈哈 这种下三滥 还想迷惑我吗 黄小龙哑然失笑 下一秒 黄小龙一挥手 一道道锋芒毕露 仿若可以削破一切的剑气 以催枯拉朽之势 直接斩了出去 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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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剑雨密集 闪烁金光 穿梭交织 成为一大片耀眼的剑网 首先便是切割 在那些东营和服女人身上 刹那间 所有生长在舌尖上的东营和服女人 便是被砍瓜切菜般崩碎开来 美丽的脸庞扭曲撕裂 眼珠子像弹珠一样飞溅了出去 凌空恶毒地瞪着黄小龙 但也是一下子就被剿爆 剑网继续扫荡 又把那些恶心的诡异口 切成一块一块的 爆炸开来 也就是几个呼吸的时间 所有的诡异口 都被砍碎 地上布满了臭味熏天的尸块和阴穴 还有不少从诡异口肚腹中 剖出来的 消化得差不多的人类骸骨 看起来 这些诡异口 在这扬州城内 已经潜伏了好长一段时间了 也偷偷吃了不少人 啊 我们 我们魂飞魄散了吗 一群紫衣女鬼 十分狼狈地趴伏在地上 鬼体上沾满了肮脏粘稠的液体 身上的鬼气 也衰弱得很 他们刚才虽然是被鬼一口给生吞了 但身为紫衣厉鬼 鬼气不弱 也不是那么容易被消化掉的 黄小龙斩碎了所有的鬼一口 也是将这些紫衣女鬼 从鬼一口肚子里救了出来 好恐怖 太恐怖了木会和他的三个室友 牢牢抱团 紧张害怕得快要窒息了 不过 他们亲眼目睹了黄小龙的爵士神威 一见斩群鬼 他们也都是迅速蛰伏 眼睛里充满了少女的情怀 那是一种少女爱慕英雄的光芒 啊 小倒是 这些紫衣女鬼 纷纷惊骇地抬头看向黄小龙 怎么 看见我在这里 你们是不是很意外 是不是很惊喜 黄小龙细血一笑 不过呢 今晚要不是我 你们一定没救了 哪怕是杜石娘 也就不了你们 因为她赶过来的时候 你们早就被消化掉了 这些紫衣女鬼 也立刻明白 是黄小龙救了他们 紫衣女鬼们心头五味杂陈 一时之间 也是有些说不出话来 你们是来找孙父今生的 对吧 很抱歉 被我杰族先登了 现在 你们要杀她 可就千难万难了 怎么样 要不 试试 黄小龙眼神之中 尽数都是戏谑的表情 唉不用试了 多谢大师的救命之恩 一名紫衣女鬼 颓然道 一旦黄小龙找到墓会 亲自保护 不要说这些紫衣女鬼了 哪怕是杜石娘过来 也是被虐的份 这一点 紫衣女鬼们 都清楚得很 大师 你是怎么找到孙父今生的 一只紫衣女鬼 很是不甘 也极为困惑地问道 无可奉告 黄小龙嘻嘻一笑 大 大师 沐会支支吾吾地道 这些漂亮的女鬼 就是来杀我的吗 他听到黄小龙和紫衣女鬼们的对话 也是大概明白了一些事情 是啊 他们都是来杀你的 今晚要不是我及时出现 你早就完蛋了 黄小龙一脸认真的道 你可别不相信 我不是在恐吓你 我相信 我相信 墓会连声道 真是搞不懂 为什么要杀我 我什么都没做呀 你这奸人 当年羞辱我们小姐 紫衣女鬼们 对着墓会 呲牙咧嘴的咆哮低吼着 恨不得立刻冲上去 将墓会撕成碎片 只是黄小龙的气息 压迫得他们根本不敢动弹 他们都意识到 只要敢轻举妄动 连魂魄都会被黄小龙在动念之间震散 墓会立马吓得躲在黄小龙身后 很是委屈地哽咽道 我没有 我没有羞辱过谁 在四百年前 你的身份是一个叫做孙傅的男人 孙傅是个卑鄙奸诈的言商 他对杜石娘的美貌垂涎三尺 他破坏了杜石娘的美好生活 他玩弄伎俩 拆散李甲和杜石娘的姻缘 是个不道德之人 他在满口仁义道德的幌子下 干着见不得人的勾当 当然了李甲也不是个好东西 苍蝇不叮吾凤蛋吗 黄小龙娓娓道来 好了小龙 你也别吓唬 这小姑娘了 都好几百年了 时事轮回 孙傅干的龌龊事 与她也没什么关系 马初夏笑了笑 小龙 现在我们还是去找李甲的金生吧 嗯 黄小龙点了点头 然后对趴伏在地上的紫衣女鬼们道 我暂时不杀你们 三天后 你们和杜石娘 一起当我的小丫鬟吧 哈哈 说完 黄小龙直接拿出阴魂筒 将满地的紫衣女鬼给收了 小龙 杜石娘派那些紫衣女鬼 来杀孙父的金生 那么 她一定亲自去对付李甲的金生了 马初夏促眉道 放心吧 青青和小红这两只小妖怪 足以对付杜石娘了 说完 黄小龙给青青打了个电话过去 这两只小妖怪 也都各有手机 平时以人的形态 人的身份 在人类社会私混 基本上已经被人类同化了 还经常发微信 朋友圈玩呢 公子 我们已经找到杨州城首富霍秋 也就是李甲的金生了 青青在电话那边 咯咯咯地娇笑着 公子 我们发现在李甲的别墅外 有一道鬼气窜来窜去的 应该就是杜石娘 不过 我和小红妹妹 刻意散发出妖气 让杜石娘投鼠忌气 不敢贸然来杀李甲 公子 现在时间不早了 你干脆睡一觉 明天白天再过来呗 放心吧 有我和小红妹妹在 杜石娘绝对不敢轻举妄动的 小红把手机抢了过去 笑得花枝乱颤 公子 我们不会主动出去 去杀杜石娘的 我们还得把这个千娇百妹万人迷的铭记 活捉给公子 你端茶地水暖床 当贴身小丫鬟呢 公子 杜石娘生前可是天下一等一的妓女啊 什么横吹笛子树弄萧 刺弄男人的活儿 肯定样样精通的 公子你有福气了 呵呵 你这小狐狸 没想到居然这么污了 好了 你们看紧点 要是霍秋出了什么意外 我把你们的皮给刮了 黄小龙故意威胁道 然后打了个哈欠 得了 我明天再过来 挂了电话 黄小龙搂着马出夏的小蛮腰 小老婆 我们先回酒店睡一觉 明天再去找霍秋 当下 黄小龙和马出夏 十分亲热地 肩并肩朝学校外走去 大师 小姐姐 你们等等 木会和他的三个室友 连忙小跑上来 一步步离地紧跟着黄小龙 开玩笑 现在他们 可不敢离开黄小龙半步 否则 不要说什么紫衣立鬼了 哪怕是突然窜出来 几只一般的小鬼 就能要他们的命 五星级酒店的总统套房内 黄小龙和马出夏 去卧室里睡觉了 木会和他的三个室友 坐在客厅的沙发上聊天 一方面是不敢睡 再则是睡不着 第二天上午十点多 黄小龙起床 给青青打了个电话过去 青青表示 一切都OK 而且 这一天 霍秋并没有去公司 早上起床打太急 玩了看书 在书房里整理文件 小红和青青 使用了障眼法 让霍秋和他别墅里的所有人 都没有瞧见 两只小妖怪的踪影 而两只小妖怪 已经把霍秋别墅的 一草一木 每一个人 都熟悉透了 吃完午饭 黄小龙带着马出夏 木会等人 打了车 前往霍秋的别墅 别墅外 黄小龙果然感觉到了 杜石娘的气息 似乎藏匿在空气之中 十分的隐蔽 不过 在别墅内 并没有一丝阴气 说明杜石娘不敢进别墅 因为在别墅里面 有两道非常明显 也非常危险的妖气存在 不用说 是青青和小红两只小妖怪 呵 两只小妖怪的保护工作 做得不错吗 黄小龙戏谑了笑了笑 然后目光看向了某处 那里什么都没有 但黄小龙能够感应到杜石娘的印起 他仿若喃喃自语道 怎么样 还是被我找到了 你就等着做我的丫鬟吧 哈哈 说完 黄小龙突然对着别墅内 吐气开声 大声叫道 霍秋 出来 马出夏在一旁扑吃一笑道 小龙 你还真是够直接的 这一声大叫 别墅里的各种庸人 都吓呆了 寻声看去 很快 在别墅大门口 就站了一群人 要知道 霍秋是扬州城的首富 社会地位极高 哪怕是扬州市的地方官员 对霍秋都敬若上宾 从没有人 敢站在霍秋家门口 大呼其名的 今天 霍秋家里的庸人 算是长见识了 一个个脸上又是猛逼 又是愤慨 用不太友善的目光 隔着大铁门 看着黄小龙 那啥 霍秋在家吧 把他叫出来 黄小龙对着围观的庸人们道 岂有此理 是谁在这儿大呼小叫的 忽然 一把好听的年轻女孩嗓音 蕴含着怒意 从别墅里面传了出来 黄小龙抬头一看 就看到一个二十三四岁的女孩子 挽着一个两鬓斑白的男子 从别墅里面 气势汹汹地走了出来 在这二人身后 站着几名气息沉稳的保镖 都是半步宗师 眼神锐利 那两鬓斑白的男子 大概是四五十岁 有着一种养尊处优的味道 眼神之中 闪烁着一抹锐智的光芒 以及一种上位者的气势 这大约就是扬州城首富 李贾的金生 霍秋了 黄小龙微微点头 挽着霍秋胳膊的女孩 身材高挑丰满 五官精致 芙蓉如面柳如眉 眼如寒星 唇红齿白 扎了一条马尾 肌肤白嫩如此 活脱脱就是个大美女 不过 看到这个女孩后 黄小龙和马初夏 对视了一眼 小龙 没想到 咱们在这儿 还遇到同行了 马初夏笑了笑 不错 在那女孩子身上 亦散着不弱的倒立 很显然 她是会倒数的 这个时候 一阵妖风 在黄小龙耳边吹过 传来轻轻那咯咯咯的 娇笑声 公子 霍秋出来了 挽着她手臂的 是她的独生女 忘记在电话里告诉你了 霍家小姐 也会倒数的呢 第940章 一见钟情的表白 当李贾的今生 也就是扬州城首富 霍秋现身之后 黄小龙便是明显地感觉到 隐匿在空气中的杜石娘 其鬼气与怨气 都更加强烈了 宛如沸腾了起来般 不过 有黄小龙在场 杜石娘投鼠忌气 不敢现身 更加不敢动手 估摸着 此时此刻 她正在冥思苦想 猎杀霍秋的办法吧 这只鬼王的怨念 也太执着了 黄小龙无奈地笑了笑 这个时候 再看看霍秋的女儿 颜值很高 身材很棒 身上一散出来的道力也不俗 当然了 这种不俗 是和一般的道士比较 哪怕是在马出下面前 她也有些不够看 你们是谁 在这儿大吵大闹的 在霍秋身后 几名保安神色警惕 用音质的目光 看向黄小龙 不过 当他们看到 黄小龙身旁站着的马出下 幕会 以及幕会的三位室友 尽数都是大美女 保镖们那戒备森严的眼神之中 也是略微松弛了一下 看来 美女 美女 无论走到什么地方 无论面对什么人 都是大受欢迎的 霍秋的女儿 倒是饶有兴致的看着黄小龙等人 她虽然是个道士 但却没法看出黄小龙和马出下的深浅 嗨嗨各位 这是 霍秋在商场中摸爬滚打了几十年 身为扬州城首富 无论从阅历还是从各方面来讲 都是老儿迷奸 她并没有流露出不友善的表情 反而很有风度地笑着 表现出来了高人一等的诚服 黑废话就不说了 黄小龙直来直去地道 那啥 霍秋对吧 有厉鬼要害你 我准备免费保护你几天 实话告诉你们吧 厉鬼已经来了 就潜伏在你家附近呢 厉 厉鬼 霍秋愣了一下 然后似笑非笑地看着自己的女人 冰燕 你怎么说 咯咯咯咯 霍秋的独生爱你 霍冰燕 却是娇笑了起来 笑声之中 充斥着明显的不屑与嘲讽 这一笑 霍冰燕那原本有些高冷的气质 却是瞬间变得百花盛放式的娇艳与灿烂 十分吸引人 厉鬼要害我爸 霍冰燕戏谑地看着黄小龙 好了 我明白了 你们都是神棍 对吧 知道我爸的身份 所以想来骗钱 但是 很抱歉 今天只能让你们成幸而来 拜幸而归了 在我们没有报警 告你们私闯民宅之前 请赶紧走吧 霍冰燕不客气 直接下了逐客令 他自诩道法高明 也曾经抓过不少的厉害 方圆十里范围内 哪怕有一丝鬼气 也断然瞒不过他 如今 黄小龙当面说 有厉鬼想要害他爸 甚至还说 厉鬼已经来了 霍冰燕是一百个 一千个不相信 而事实上 一般的阴魂厉鬼 的确是瞒不过霍冰燕的 可杜石娘是鬼王 就算是杜石娘站在他跟前 只要杜石娘不想暴露行踪 他一样是无法察觉的 黄小龙相信 在这个阶谷眼上 只要他一走人 并把青青和小红叫走 那么 霍家满门 很可能被杜石娘图禁 这霍冰燕 是个傲娇的女孩 按照以往的脾气 黄小龙本不想管太多 但现在是在和杜石娘打赌 就必须得厚着脸皮留在霍家了 和小妮子 既然你这么拽 那我就得让你吃点瘪 给你一些教训了黄小龙戏谑 看着霍冰燕 眼中闪烁出一抹恶趣味的表情 霍冰燕也是笑盈盈的看着黄小龙 刹那间 在他的眼睛里忽然闪过一模一样的情愫 我说你这么年轻 长得也蛮帅气 做什么不好 为什么要当神棍呢 如果你缺钱 不如到我爸公司打一份工 怎么样 他的语气 倒是那种半开玩笑半认真的 文言 马出下扑斥一笑 在黄小龙耳边低声道 小龙 你可真是万人迷啊 瞧瞧 这姑娘看上你了 准备安排你去他爸公司里上班 然后进水楼台先得月 木会和他的三个室友 也是有些想笑了 各位 实不相瞒 我的女儿冰燕 自幼就跟随一位大师 修行道法 他的天赋很不错 这些年苦练下来 已经出师了 倘若真的有鬼祟 想要谋害我 要想 我女儿也能够很好的处理 霍秋笑了笑 然后颇有深意的 看了黄小龙一眼 小伙子 不如 你还是考虑考虑我女儿的建议吧 正好 我公司拆一个公关部经理 这么一说 霍家的保镖和庸人们 都是用一种奇怪的眼神 看着黄小龙 他们的眼神之中 又蕴含了一抹极度的表情 要知道 霍冰燕这千金大小介 目前还是单身 她的择偶标准非常高 霍秋给她介绍了不少优质男青年 都入不了她的法眼 为了女儿的终身大事 霍秋也是很着急的 她怕这样下去 自己的女儿迟早变成大龄圣女 今天嘛 霍冰燕破天荒的当面称赞一个年轻男子帅气 还想安排她进霍秋的公司 霍冰燕的心思 不是兔子头上的狮子 明摆着的吗 霍秋心中也活络了起来 看着黄小龙 的确帅气 干净 还有一股子一般人没有的机灵劲 因此也就动了那方面的念头 准备把黄小龙安排在自己公司 让她和自己的宝贝女儿相处一下 万一成事了呢 那说不定明年就能抱孙子了 得了得了黄小龙 却是有些不耐烦的道 今天过来是办正事 不是来泡妞的 顿了一下 黄小龙看着霍冰燕道 如果我没有猜错 你在你家大门口的大理石板下面 买了一张玉鬼符和一张镇煞符 对吧 嗯 闻言 霍冰燕神色一致 足足待了好几秒 然后他用一种惊喜的目光看着黄小龙 仿佛是发现了新大陆似的 好 有意思 有点意思 说完 霍冰燕侧头对霍秋道 爸 让他们进来 这个 霍秋想了想 然后笑道 行 乖女儿 爸听你的 说完 霍秋很有风度的对黄小龙等人道 各位请进 黄小龙目光看了看杜石娘藏匿之处 露出一抹玩味的笑容 然后带着马初夏等人 走入霍秋的别墅 很快 在别墅外面的一棵老树上 阴风一吹 最后化为杜石娘 怎么办 这小道士已经找到了李贾的金生 他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难道 难道这小道士已经强大到了无所不知的地步 不 我不能放弃报仇 我等了四百年 我足足等了四百年 如今 仇人就在我眼前 我却报不了仇 不 我杜石娘不甘心啊 杜石娘的眼睛里面 酝酿起来了各种阴谋诡计 霍秋别墅 一楼大厅 真是没有想到 你竟然看出来 我悄悄埋在家门口辟邪的一张玉鬼符 和一张镇煞符 看来 你不是神棍 我错怪你了 霍冰燕似笑非笑地看着黄小龙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他现在对黄小龙的兴趣非常大 和马初夏心头泛起一丝莫名的醋意 冷笑了一声 霍冰燕用挑衅的目光看了马初夏一眼 霍秋在一旁推波助澜的道 冰燕 既然这个小伙子也懂道法 你们还得多多交流一下呀 多多交流 年轻人 志同道合 一定要好好交流 交流就没必要了 黄小龙语速极快地对霍冰燕说道 我说过了 有一只厉鬼 要害你爸 这只厉鬼就在你家门外 你不是他的对手 从现在开始 由我保护你爸两天 两天之后 我再也不会管你家的事 咯咯咯 霍冰燕戏谑地笑了起来 你就别吹牛了 我对付不了的厉鬼 你就能对付 我看 咱们年龄也差不多 这样吧 不如 我们来斗一场法 如果你能赢我 那我就承认你比我强 你要保护我爸两天 两个月 两年 都没问题 而且我爸还可以支付给你 足够丰厚的报酬 霍冰燕目光闪烁 不过呢 要是你输了 那么你就得答应我一件事 知道吗 斗法 黄小龙愕然 小龙 杀鸡烟用牛刀 马出下冷淡地笑了笑 看向霍冰燕 我陪你玩两把 木会朝室友们几眉弄演得到 看见没 这两个女人掐起来了 为了一个男人掐起来了 你 霍冰燕冷笑了一下 对马出下摆了摆手 抱歉 我对你没兴趣 一点兴趣都没有 黄小龙看了马出下一眼 示意他冷静 你很喜欢斗法 黄小龙笑了笑 当然喜欢 平时也没有人陪我玩 我的那些师兄师弟 大多数都弱鸡得很 和他们斗法 一点也不好玩 来吧 我们斗法 希望你不要让我太失望 霍冰燕跃跃欲试地道 既然你喜欢玩 我就陪你玩一次 黄小龙眼中掠过一抹恶趣味的表情 他原本就打算 恶搞一下霍冰燕 没想到 这小妮子 主动送上门了 那黄小龙就确之不公了 你想玩 这次 哥哥我玩死你 爸 安排一个空房间给我们 霍冰燕站了起来 其他人就别来掺和了 就你和我 两人单独斗法 没问题 黄小龙也站了起来 他对马初夏传音入密道 小老婆 你在这里盯着 杜石娘就在外面等待机会呢 嘿嘿 别给她任何机会 马初夏点了点头 五 两道妖风在黄小龙耳边扫过 青青和小红银铃般的笑声传入了黄小龙的耳中 公子 你要和这个凶大无脑的女人斗法吗 嘻嘻嘻 好有趣 好有趣 我们要在旁边给公子你加油助威 一间很大的书房里 黄小龙和霍冰燕相对站立着 青青和小红两只小妖怪 也兴畏盎然地潜伏在书房内 说吧 你想怎么玩 黄小龙对着霍冰燕戏谑一笑 不要浪费时间 速战速决 说实话 霍冰燕忽然用一种很柔和的目光 看着黄小龙 我自己也搞不清楚怎么回事 我第一眼看到你的时候就有一种心跳加速的感觉 以前我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感觉 我知道你身上一定有什么特质吸引了我 呃黄小龙一下子猛逼了 这你妈 斗法变成表白了 我是个占有欲很强的女人 霍冰燕目光凝视黄小龙 刚才那个漂亮女人是你女朋友对吧 不过不要紧 从今天开始 你就是我霍冰燕一个人的私产了 斗法的内容很简单 我会剪纸人来咒你 让你这辈子 只有面对我的时候 才会有男人的反应 面对其他女人的时候 你就只能是个太监 哥哥哥哥 如果你能不受到我咒术的影响 那就算你赢了 不过这不可能 我的这个咒术 就连我师父都说很厉害 当时没有男人可以幸免 你输定了 哈哈哈哈黄小龙骤然大笑了起来 没想到 你居然是个变态 你居然是个变态 我还能不能够 对这一天 我会让你输定了 你居然是个变态